报告委员会 现在继续开会 今天的议程 是邀请行政院与原子能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列席报告业务概况 并被执询 首先介绍在场委员 我们的郑振权委员 李德伟委员 张廖万坚委员 范云委员 陈秀把委员 谢谢 我们与会的官员 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 主任委员谢晓鑫谢主委 政务副主委吴美宁 主任秘书邵耀祖 合研所所长陈长云 谢谢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陈宏斌局局长 辐射政策中心 徐明德主任 综合计划处 王崇德处长 核能管制处 张欣处长 辐射防护处 刘文熙处长 核能技术处 廖家群处长 秘书处 陈宿陈继会处长 主纪是杜世盟主任 郑峰是柯伟红主任 人事是李美惠主任 好 现在请行政院原子人委员会 谢主委 进行业务报告 报告时间八分钟 好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代表行政院原子人委员会 并接同各单位主管 向大院进行业务报告 首先对于大院委员 对本会各项工作的支持与指教 致上敬意与卸成 本会目前的施政主轴 就是 核安守护及核废处理 的安全监督与管制 未来本会将加强及推动的工作 包括以下四个面向 它们分别是 严密福安与核安管制 精进放射性飞去物管理 及南宇储存厂签厂 推动科技研发与创新发展 及强化民众参与 与社会沟通极致 以下则要报告 并提出未来工作方向 分别摘要重点 说明如下 在核能电厂运转与厨艺安全管制 这部分 目前核一厂已进入厨艺阶段 本会持续控管与监督 以确保符合安全要求 核二厂厨艺计划 目前本会正审查中 而运转中的核二厂及核三厂 仍会持续严格监督 以确保安全 在精进放射性飞去物管理部分 本会严格管制 难以提防储存厂 营养安全 并要求台电公司 加强重装作业 提升储存安全 预计110年4月完成 并要求台电公司 尽速研议 放射性飞去物 中期暂时储存 设施方案 以利难于 核废料圈厂作业 提防储存计划 及集中储存方案部分 台电公司 无法如期选定 提防储存设施厂址 本会自105年起 按年开立罚还处分 要求台电公司 应至106年 3月8日 3月起 8年内完工启用 集中储存设施之替代应变方案 本会将继续积极督处台电公司 切实执行高放最终处置计划 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 并督处台电公司 积极强化公众沟通 与确保能如期如指达成 处置计划第二阶段目标 最终 预计将于2055年完成 兴建并启用 在推动科技研发与创新发展部分 核电厂运转安全及放射性 废弃物技术发展方面 目前已完成设计基准事故 计量分析技术 并与美国公司合作 用过核子燃料干式储存系统 与受损燃料相关执照申请 开发国产合一药物 及放射衣材方面 在多项研发取得 卫福部核发药品许可证 且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并用过去能源国家型 科技计划的技术能量 投入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扩展绿能科技技术 同时执行沙伦绿能科学成 旗舰计划 加速深耕在地产业链接 扩大产业投资 在强化民众参与 与社会沟通机制部分 为降低原子能资讯之落差 本会于108年举办 三次原子能科普活动 以扩大民众沟通 参观人士累积一余 一万五千人士 未来将持续积极办理科普展 融合互动体验 闯关游戏等多元活动 让参加者可以轻松地认识 原子能 绿能在生活的应用 现今已办理16次核一场干事储存 设施访查活动 及第九年持续办理 南与地区环境辐射 平行监测活动 并于108年在核山厂地区 完成一万余户家庭访问 同时并宣导核灾防护知识 以强化民众自我防护能力 本会于108年7月12日 核发核一场厨艺许可 并于108年7月16日生效 今后除将针对各项厨艺工作 进行安全管制 议会如期完成审查 核一场厨艺计划应办工作 有关全出南与核废调部分 以要求台电公司尽速研议 核废中级站方案之具体规划 在核废调搬离南与以前 本会将持续监督重装作业 及南与环境辐射监测 以确保当地居民之辐射安全 就落实管制资讯公开透明 及防止假讯息部分 推动以接地气方式回应 除传统方式公开资讯外 也以试假破假的方式 主动澄清相关讯息 保障民众自的安全 原论会为国内辐射 与核能安全管制机关 除持续秉持专业技术 依法严格执行各项管制工作 确保辐射及核能安全外 同时也会积极地面对问题 并站在社会大众的角度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 让原论会成为全民的原论会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不定指教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主委的 业务报告 好 现在进行寻答 每位委员出席直询 八分钟 必要时延长两分钟 列席委员为六分钟 发言登记截止时间为上午十点三十分 委员如有临时提案 请于直询结束前提出 处理提案时 若提案委员及连署委员均不在场 原力不予处理 首先请发言登记第一位 张廖万坚委员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谢主委 好 请谢主委 张位委员好 谢主委早 我想今天能够到这边咨询 我们经过了一番私杀 终于到立法院来 那你也是我看到 我们内阁里面 2016到现在 唯一 是唯一吗 好几位吧 你应该是历任 从林权院长 赖清德院长 到苏贞昌院长 三朝都还在 那但是这一任 我发现 原人会去这一任里面 要面临的挑战还蛮多的 包括我们看到的 合议厂的厨艺的问题 他延宕了 因为那个干厨厂的问题 等一下我请你报告 然后呢 还有涉及到我们行政院的组织改造 我们在上一个会期也讨论了很多 我们到现在的战刑条例 我们的原人会将来在2021 2021年 2022 22年的1月 差不多两年 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们会变成一个 属于中央 但是是一个三级单位 类似核安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好 我为什么讲到这两个问题呢 我想第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当然小英政府 就例行2025非核 所以我们合一场 不再演绎 就如期 除议 但他挑战才要开始 最近监察院张伍修委员 做了一个调查报告 不知道 主委看了没有 我了解 了解 是的 你了解 您所说的这个报告 是不是有争斗地方政府 新北市 就是2月25号上网 2月5号监察院的 已经通过这个调查报告 大概做了一些修正 是的 25号我们正式上网 看了他的这个报告 泱泱沙沙 108月 那 主委你看 你有没有看过 我没有从详细详细的读过 我念一段 主要的 我想108月很难 第一个 他说核一厂用过核子燃料中 中期储存工程采购袋的安装案 于93年改采限制性招标 94年7月 又委由核研所乘坐 那么其安全分析报告 虽近原能会审查通过 并于97年12月 核发建造 执照后动工新建 且其试运转计划 及完工后之整体功能验证报告 已经 该会审查通过 为地方及民间团体 对负责 核安监督之原能会 所属核研所 进程为台电的包商 那么承包 干事储存厂的规划标案 可谓裁判 监求员 进担任求员 那么原能会的监督 专业及能力 哪里获得信任 一次监察院讲这个很重 史外 还有一个 我把第二段念完了 对于室外储存 跌有疑虑 那么要求放弃室外储存 新建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如果顺利的话 顺利 一切都顺利的话 要到117年 才能够完工启用 以至合一场厨艺的工作 虽需与干除设施过度 却无法取得水保 就水土保持完工 这名书 那么原能会经济部 及所属台电公司 不顾 96年8月10号 听证会 各界干除 各界干除 统因 置于室内之意见 一意孤行 导致拖延了12年 导致这个厨艺的工作 卡关 云游尾失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他们调查报告结论 那我花了那个时间念了 我想主委也念过 你认不认同这样的假议 我基本上 我不能完全的 完全的同意他所说的 譬如说 这里面所提到的 有关核言所 是求人兼裁判这件事情 其实 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在 这些事情 你们管他的核能安全 简单的讲 管他核能安全 但国内能够 做相关标案的 又只有核言所 我在这边要重点 要强调一件事情 以全世界的 我所了解的一个状况 包含美国NRC 跟DOE之间的关系 我可以真的很负责的 这样很负责的讲 如果说 全世界针对着 刚才你所讲 所提到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干除 干除筒的这一块 如果当初没有 核言所最后 承接这一项工程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能都是 没有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以我们目前 所采用的 采购的标准 基本上呢 我们可能很 没有办法 能够得到国外的 不管是一些 有干除经验的 这些建造公司 基本上都不会来 我所了解的是这个样子 而我今天为什么 会在这边 要特别要强 要特别要跟 在这个国会电厂上面 我特别 针对您的这个咨询呢 我特别要回复的 因为未来的事情 还很多 未来的事情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未来这种事情 会不会再发生 我今天坦白的说 可能还是会发生 所以我说 但是 这个才是刚开始 挑战 主意的作业才刚开始 不代表 我刚才讲的 核言所能够承包这件事情 并不代表 他就已经求援兼裁办 因为承包这些 这个案件 这些所有的技术人员 基本上 他都不会参与 在管制这项工作 美国的DOE 也是做同样的事情 那为什么 全世界都认为 美国NRC的管制工作 是最有authority 最有权威性的 Why 那就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事情 跟所有事情 明清得非常的清楚 换句话说 您所提到的 球员兼裁们 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的 我们社会大众 包含 包含 我自己本身 或是有 好那你说 因为时间有关系 我知道你的意思 否则以后事情 我知道你的意思 意思是说 你们是用专业分工 核安管制是核安管制 同一批单位里面 有管制核安的 有核能专业 在处理这些 厨艺工作的 一些核能专业的一个 那是两 我特别强调 管制的工作 是归管制工作 那设计工作是个 坦白讲 如果国内 如果有这份的人才 或是全世界 愿意 愿意承包这工程 我们 那主委我问你 如果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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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然势必要这样做 所以在这地方 我说未来 我们还会遇到 更多的挑战 在这边 也就如曾经您所说 这是第一 第二 关于你刚才所提到 这里面调查 有谈到地方政府的事情 坦白讲 这件事情 监察委员当初来跟我 没有正式在调查我们之前 我曾经跟张武秀 张建伟也有谈到过 我说您对您在 您如果要调查任何事情的话 希望你能够做全方位的 全面的看 不是只针对着 台湾电机公司 不是只针对经济部 也不是只针对什么 针对着我们原能会 你基本上 今天这件事情 牵扯到什么 地方政府 所以说他这一次的调查里面 他也针对地方政府 他也做了调查工作 所以在这地方 针对您刚刚所说 只有我的时间都被您讲光了 不好意思 一百多月 坦白讲 要你都回答得非常完整 也很难 我只不过要你简单的讲 我让你学者出身 你也故意人 这三年多的表现 算是中规中矩 大概也很严守分析 这个我都肯定 但是毕竟 我跟你讲 像何一场 何一何二 到去年都已经 年终都已经 进入初一的阶段 是的 所以现在挑战要开始 可是我们看到 整个行政院的组织改造 外界也有一些疑虑 就是说 那将来 我们 你看下一页 这个都是 好 我们将来原能会变成 核安会 那核安会三级的监督管理 二级 你怎么管理 是的 因为你会管到经济部 会管到能源部啊 是的 委员你都把问题点出来了 那我 我接了 那你觉得你现在如果有信 五二年继续任的话 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两年不到的时间 我们在上一任就一直在提这个问题 其实他的考验才刚开始 不管是储存厂的新建 遇到地方政府的主力 你刚才其实就要这样讲嘛 两任 都跟你讲朱立伦市长 跟现在的市长嘛 对不对 都不愿意核发嘛 不管是专业或不专业 或政治因素啦 或者是其他因素 其实我们大概在座很多人都很清楚啦 但是我们现在在执政面临的问题 是你怎么样子去 让这个核能 这个核一场 核二场 他将来在2025 除以这个过程里面 能够很顺利 让民众没有疑虑 这个挑战才要开始 是是是 那我们现在又面临到这个组织改造 可能人力的精简 专业的不足 或者切割 像包括我们那个核研所 你说他最有专业能力 那他现在单位变什么 变成一个龙坛原子能 是 在这边 科学院吗 变一个院吗 这样能够解决我刚才讲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监察院 这几年的调查 当然是 如果以这个组织架构来看的话呢 坦白讲 现在是二级 虽然是办准独立的一个机关 基本上我们在 在执行我们相关业务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 坦白讲 我们都发现 有不足的地方了嘛 所以说呢 我们当然很希望是他 不仅是维持二级 而且希望维持他二级独立 那如果当然最好 我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 直属总统府 OK 那才能真正做到像美国 NRC或韩国的 对 NRC的主席 所以刚才 主委你刚才讲说 美国那个例子 是是是 美国那个例子的专业度 那我就回到 回到 他是直属 他的地位不一样嘛 那我们的核安会 如果说今天监察院不信任你 他很多名义有疑虑 那我们开始再做 除以的工作了 我们先来行政院的组织改造 又把它抢为三组单位 过去这将近四年时间 我努力的做一件事情 是希望社会大众能够信任 远能会 这是我的基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跟期许 这点我必须要肯定你在努力 没有 是的 那就对了 那未来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 我希望能够 这一方面如果能够跟社会大众有的共识 他们能够信任 我们说的话 他们能够信任的话 那基本上您刚刚所讲的问题 基本上就 我不能讲说 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那我问主委 因为时间到了 你对于这个组织改造 美国的专业单位 虽然它在内部里面 同时负责监管的工作 同时负责专业设计的工作 但是它的成绩是到 非常高的一个成绩 我们的行政会组织改造 把原能会变成和安会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当然政府是延续的 前政府设计 那你现在 你现在 未来不到两年的时间 如果你有机会 你愿不愿意做改变 我希望改变 这是我 您在过去三四年 执行我的时候 我就讲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 很负责讲一句话 我过去的三年多 我如果讲过的 我就一定去做 如果 如果 如果这样 属于你继续留任 你愿不愿意开条件 说 我如果留任可以 你这个组织改造 一定要变不不留 有没有那个骨气 跟 别心 因为 这个事情基本上 是没有发生的 那我 如果说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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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机会 如果是有这个机会 我当然会向 愿你们争取 事实上 您刚才所讲的 我们针对组改 这个事情 其实我在赖院长的时候 我曾经有跟赖院长提过 这个事情 赖院长当初讲过一句话 那就是 因为组改已经是 已经是 已经成定局 因为 行政院的组织法 已经通过了 换句话说 原能会变成核安会 这是已经继承的事实 其他所有东西 所有的部会 现在目前要做组改 目前都是要 配合什么 新的这个组织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去动 但是 但是 要送到大院来审议 既然到大院审议的时候 如果大院来问到我的 问到我的意愿的话 坦白讲 我就会把这话 因为 当年我还没有进到这边 进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对于这个主改 我并不是那么清楚 是不是三级 可是我来到这个位置以后 你不认同这样设计吗 对不对 我不认同 因为时空在变化 我认同 时空在变化 因为这个 这个现在目前 行政院的组织法 我若今讲白一点 请问一下 当初主要目的 是要财态 财态永元 各方面都要 要精简人士 这些所做的 可是 时空已经变得多久了 从开始到现在 至少超过十年以上了 这是一个事实 十年以后 现在变成是什么呢 所以说在这段 而且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发现 坦白说 就台湾而言 核能安全管制这一块 其实我们的核能电厂并不多 可是台湾的 台湾的地理环境 跟地质情况 跟其他国家 通通都不一样 更何况我们的民心 我们的民意 针对核能政权的 认知各方面也不同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个人认为 要采取更严厉 更严谨的方式 来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说在这种情形 我很高兴 主委你今天 至少维持二级 甚至可以到二级独立 如果可以的话 我当然希望它仿效 我们还有很多委员 会再继续问 没关系 谢谢陈伟 记得你今天讲的话 都讲完了 谢谢 还有很多委员要问 你一直把讲光光 好 好谢谢 谢谢张立昂委员 好接下来请 吴思雅委员 好谢主席 请主委 好请谢主委 吴思雅委员 大家辛苦了 我想新的借齐的第一次质询 我想先顺着刚刚张料万间委员的一个意见 我们原能会未来的组织定位和去何从 虽然过去的行政院族改的方案已经定出 但我认为这确实 如果当我们面对我们主管何能安全的原能会 谢主委都对于行政院的版本这么有意见 那当然你要先寻内部回去做沟通 那苏院长上任也一段时间了 我几次观察您的答询 您针对族改未来是不是被降格的这件事情 您好像都是跟之前的赖院长曾经讨论过 您也曾经试图努力争取反应过 您跟苏正昌院长有具体提出您对于这个族改的希望调整的意见吗 抱歉没有 是吗 没有的话 你每一次都在立法院里头告诉我们讲的正天想 我个人反对我坚持我希望能够有转环 那你是不是舍尽求远了呢 您的意思是说行政院的版本出来送到大院送到立院 然后再拜托这些立委来替你来做修法吗 主委没有关系 我建议你 现在是新政府上路 虽然所有的阁员 大家都继续留在这个纲位上目前来努力 但是新政府面对新国会 他必须重新送出他的法案 因为戒期不连续嘛 所以这也许是一个timing 也许是一个timing 所以无论如何你现在优先要做的事 先跟你行政院的长官苏院长好好沟通这件事 是要隶属于总统夫好 谢谢谢谢 还是依现在行政院族改的版本可行 你应当负责任的 先跟你的长官苏院长好好来讨论 然后是不是有能 有机会争取行政院组织法 重新送立院的这个过程 这个法案本身你们行政院内部 是不是要做调整 这样比较务实啦 是 是一天 要不然讲了这么一大堆 天哪你连我们苏院长上任 多少时间了一年多了耶 你连自己的长官都没有去反应 你来这里跟立委 一直抱怨 一直说我努力了 如何如何 我不接受啦 当然我知道你个人的态度跟立场 你一直反对这样的一个主改方向 我的建议你就这样接受好吗 就这样去执行好吗 你也必须不得不 否则未来如果你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 我想你也很难干嘛 我能不能讲几句话 你刚讲很多了 你刚讲什么 这就是唯一的方法 回去做吧 如果你还没有跟苏院长提过 我实在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如你们刚刚讲的 但是你有你的 这个时候你有你的 专业啊 你现在说那个有更重要的事 所以你认为你被降格不重要 已经送到大院审议了 我现在告诉你了 新戒期 戒期不连续 是是 重新送法案的这个过程 就是你争取 去做最后转环的机会 所以我刚才在第一时间 就跟你说 谢谢 好 下一页 我曾经跟您 垂询过 这个日本前任的环境大臣 原田一昭 虽然他下台了 但他下台前的发言 纷纷扰扰啊 也就是他说 福岛核灾的 这个112万吨的核废水 排入太平洋 似乎是唯一最好的选项 他去年这样说了 然后呢 网络上 哇 国际舆论 你看 内容农场的假讯息 生态浩劫 我也跟您 讨论过下一页 所以到底这么多种方式可选 日本为什么要以排入海洋 来做唯一的优先选择呢 所以接任的环境大臣 小泉晋次郎 他道歉了 他也说到福岛去 他要重新检讨这个政策 好 下一页 韩国政府曾经高分贝的去抗议 诉诸国际 对不对 下一页 我要跟你说的是 我前几天看到的新闻 最新的消息 新任的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署长 Grosy 新任的 他的最新发言 宣示了他的立场 也就是 他在跟日本经济产业项 这个韦山洪志见面的时候 具体针对 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污染水 处理的方式 他做出他个人 新上任的某种程度 不只个人 也是IAEA的态度跟立场 他认为 如果排入大海 在技术上可以实施 也符合国际惯例 除了他的立场宣示 对之前我要求你去做的 是不是日本方提供了台湾第一手透明化的资讯 毕竟核废水排入海洋之后 对于台湾的相关的渔业 我们的生态都会是非常严厉的一个伤害 那你们之前的沟通 这个MOU备忘录的执行是如何 日方来了吗 给你什么样的资讯 第二个 新的Golsey 这个IAEA的署长 这样的立场跟态度 我们有什么因应的作为 我首先跟委员报告一下 针对第一个就是 有关日方跟我们合作的相关的 我们第一时间我们有明映电场的合作会议 基本上我们跟他们沟通的结果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在去年年底之后 他们有回复给我们 第一个他们说非常抱歉 这种事情 之前的发言 针对他们的一些长官的发言 他们很抱歉 但是还没有做最后的确认 那随着这个2020年来了 现在目前已经到了三月了 那后来有些相关的长官发言 那我个人所了解的 事实上 您刚刚 您不是最第一次的咨询我 所以这件事情 你大概至少是不参赦 我非常关心 所以说呢 在这件事情上 我非常关心 那我也跟你 我记得我在第一次 就跟你们报告过 纵观刚才所提出的 五种排放的方式 我坦白说 以我们以科学的光量 以及可行度来看的话 坦白讲 大概就剩这两种 这是蒸汽或者是海水 我知道嘛 是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那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未来 日本包含日本 日本教育学会 基本上他们也讲 只要有发 最后做一个确认 他们一定会 在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这是第一个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呢 当然很多事情 我们要做预防性的措施嘛 所以说也是超前部署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第一时间里面 事实上 我们一直都有在做 特别是针对着 这个海域监测这一部分 OK 我们持续在做 那有没有精进 或者是 有有有 在做什么样 甚至我现在 要求我们核研所呢 因为我们核研所 有很多研发能力 不过很不幸的就是 我们对于大气的这个气象 基本上呢 我们大概有很多 大气扩散的模式 可以用这个电脑模拟的方式 对于海洋放流 OK Ocean Discharge 这部分坦白讲 这这部分是蛮难 而且也没有相关的软体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在做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从物理的观念来看的话 如果真是发生这种情形的话 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 那至少 是事件发生以后呢 大概一年以后 这是我们 来估算的一个结果 这估算的结果从哪里来 还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是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 我们整个环岛的这个 九个地方啊 九个 九个港 九个渔港跟海港部分 我们都有做海洋监测 那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那事实上呢 我们在去年 他还没排啊 当然没有啊 我们这个 就平时就要做的嘛 当然嘛 所以 您的回答 我当然知道啊 我们能做的 是不是就是 继续持续来进行 我们的这个 海洋的监测 是不是就这件事情 如果就只能做这件事情 那因应可能发生 挡不住的 有没有更强的作为 我可以用外交途径去抗议吗 基本上去跟他们 好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跟渔业署讨论过这个事了吗 有 你都要横向联系了吗 有 渔业署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吗 因为渔业署基本上要配合 我们做相关的监测 所以他们知道 不只原能会要超前部署 我们要结合内阁相关的部位 包括渔业署 渔业的安全 包括我们的环保署 海洋的安全 我们的海巡署 都应该针对这个方案 有一个小组 你们组成了没有 基本上还没有组成 但是我们实际上 时间到了 我要求 看起来是很难党 现在连IAEA的新任署长都这样说了 我要求 你即刻回去 组成要求 就向内阁提出 组成一个跨部会的因应小组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好吗 谢谢 你一个月内告诉我 我们组成的状况 我会追踪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基本上可以说是最接近 核能和电厂的选区 那包含 零进etics 有已经よろしく 但是有核菲耀房职問題的合一厂 那我自己的选区 还有面临处抑易的核二厂 还有 过去一直纷纷扰扰 然后目前是风存的核四厂 那我想 其實在 我平常在 地方 走跳的那个期間 我感受得到是我們當地人真的都非常關心核能核電廠的問題 所以我想以下有幾個問題我想要向您請教指教 那第一個就是說呢上個月核廠一號機進行大修 結果發生了一件事是什麼事情 大修的第一天警報鈴就大響警報大響 結果那個時候很多人在關心這件事情 台天卻跑出來說這個警報鈴大響是大修程序的正常環節 那主委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這樣子的說法你能接受嗎 你們這裡有沒有進一步的去積查看到底是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基本上是應該不必要會產生這個問題 應該是沒有supposed應該是不會有 但是它畢竟是發生了 所以說我們當然有去我們我們除了我們渡場視察員和核管的渡場視察員當場在的 另外呢我們服防了因為因為它既然如果有有這個alert 基本上是這樣子 河南電廠基本上的這個整個一個系統基本上就跟我們這一次這個疫情的是一樣 第一個是watch第二個是alert 再來是alarm最重要是walling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現在目前到哪一個層級到alert 所以alert的狀況之下 我們基本上我們派我們服防處就有去 去了以後我們當然要去看看有沒有到時有沒有這個輻射物質外洩 那基本上我們發現都都還在正常值之內 但是我們要去釐清這個事情 那初步我們所了解的那就是它在它在轉換這個整個一個mode 就換句話說原先是operationalmode 它現在轉換到什麼轉換到maintenancemode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那個之間轉換的時候基本上那個設備基本上它會有 那在這種情形下呢 它的它不夠謹慎 調動的不夠調就是講白點這個vaf調動的不夠謹慎所造成的因素 現在這個初步是這個樣子 我們會 我們已經要求台灣電郵室給我們一個詳細的報告 那這一點呢 等將來深圳的報告出來以後包含我剛才今天所講的 我一併的 所以目前就是說你們有跟台電去表達說 我們在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就是他弄出報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個時候您我記得原能會那邊有表示就是說 在基礎大修的期間啊 核二廠的人員進出非常的頻繁 那其實主委也知道說目前目前在防疫期間 那防疫對於台灣來說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尤其是說像核電廠這種非常重大的設備 那我想問的是說 因為你那個時候出來說 有提說要加強防疫的措施 但是事實上我看到的是好像具體上 原能會這邊並沒有出來特別去講說 到底是怎麼個加強法 我想核能是你們的專長 但是防疫應該不是你們的專長 你們有跟防疫小組這邊去做聯絡去做聯繫嗎 我們有做相關的聯繫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直接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 因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他每一天他都有做記者會 那麼他相關的東西呢 基本上我們都掌握他的訊息跟他的指示 我們依照那個東西 同時呢 我們依據過去SARS的經驗 所以說呢 我們做了一些相關的一些加強防護措施 那在這邊我們要求他們進出他們相關的辦法 這個我相信詳細的部分呢 我這邊我就請我們核管處 張宿長回 我這邊做一個補充說明啊 確實防疫的第一線其實是 這個電廠跟這個經濟部 他們要針對電廠的防疫要做 因為他們是營運單位 那我們是就安全的部分來檢視 所以他們在安全的部分 他們一定要維持相當的人力 那他們如何去建立這個應變的組織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要求他建立 而且針對這個人力上 他如何確保他的運轉人力跟關鍵人力不受影響 那這部分他們也去做一個清點 那我們也做滾動式的檢查 同時我們也到電廠去視察 他們落實執行的情形 那目前為止並沒有發生任何確診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樣子聽起來 我剛才聽兩位的回答 我會覺得說 事實上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你們跟那個檢疫中心那邊 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聯繫的平台 聽起來是這樣子啊 因為你們 你們沒有 就是你們有跟防疫中心那邊 直接做聯繫嗎 因為聽起來好像就是說 他們有給了一個指示 然後你們遵照指示 可是我剛剛有講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覺得 我覺得核安基本上也是國安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覺得在防疫期間 它算是一個比較重大的事項 為什麼你們會沒有直接聯繫 這個我有點不太能接受這樣子的回答 那我想是不是有可能在一個禮拜內 來跟我 就是也去跟他們那邊要求 那同時也來跟我們辦公室報告清楚這件事情 嗯 這邊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補充說明 因為其實這個防疫中心化它是面對全國 其實各個重要設施 其實就要針對它自己的部分要把它做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那個除了我們 其實經濟部也是這個台電公司 它的這個目擊事業主管機關 真是各部會都要去把這件事情做好 那至於如果有任何需要通報中心的話 依照現在的規定都有通報的機制 那屆時如果有任何需要回報到那個中心的部分 台電公司也必須依照規定來回報 所以這個機制都是在的 那我要問一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 目前 我想問的是說 目前有沒有傳出說各個核電廠的員工 有沒有居家隔離檢疫的案例 因為昨天呢 我在經濟部答詢的時候才說 就是我提到說 科學園區基本上是 台灣的經濟 經濟命脈 它事實上它一年的產值 就大概占了台灣的總產值的一成五 那我剛剛也再次的強調就是說 我覺得核安核能的安全則是我們國家的國安命脈 那這個部分我想請問說 事實上你們的核電廠裡面的員工 到底有沒有目前有要 居家隔離有檢疫的案例 目前沒有 然後一切都在你們掌控之中嗎 因為事實上台電公司 我們已經請他每天要回報 因為他們都有做溫度的量測 所以如果有任何發燒的話 基本上他們現在做法就是請他回家 然後去看醫生 拿到醫生的確認 是不是有相關的這個疫情 那目前為止 並沒有任何的這個確診的情形 好那我覺得我也要給一樣 因為其實一樣的意見 我昨天也有去給科技部那邊 因為就像我講的 我覺得這兩個地方都很重要 所以我會希望說能不能有可能 進一步的去提出說 超前去預備說 如果有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你們這邊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再來我想再去問主委 因為目前有一件事情 我們選區內非常關心 就是說核二場除役的計畫 已經相關文件 已經在2018年底的時候 提供到原能會這邊 2018年底 12月的時候提供到原能會這邊 然後你們目前的回報是說 已經進入了實質審查的程序 然後另外呢 他的環評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也在環保署那邊審查 目前進度都是這樣沒錯嘛 那我想問的是說 事實上核二場到底有沒有 可能如期完成除役 因為如果說根據法規 如果機主要展延的話 那台電一定是要在這個 這個事情發生的五年前先提出計畫 那看起來台電 目前是沒有提出計畫的狀況 所以我想要確認的是說 我們就不會再演繹了 基本上應該是按照目前的法規的話 基本上他們沒有辦法再提出演繹的申請 所以就確定了這件事情就是已經 是的 抵定了 是的 然後還有我想問的就是說 因為剛才張廖萬全委員也有提到監察院的事情 那我想問的是另一件事情 就是說去年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核四場被監察院糾正說移用設備 那發生的是什麼樣的事情呢 就是說那個時候就是核一場在測試的期間呢 發生設備組件故障然後卻缺乏備品的狀況 然後後來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居然是用二號機的東西去移用至一號機來維持機組的運轉 但我覺得當那時候我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覺得還蠻難以想像的 因為理論上這些東西應該要去盤點清楚 但事實上看起來好像我們核電廠這邊設備盤點的不清不楚才會發現這樣的狀況 在這邊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不管是核四的一號機跟二號機 你現在目前談核四的一號機 那因為一號機已經接近完工的階段 所以說它發生了這些問題 因為如果台灣電力公司的想要讓它運轉 它發現它的相關的零組件基本上有一些耸壞或是幹什麼 它當然可以利用它手邊的備品 可是很不幸的它手邊如果沒有備品 當然可以拿著 重點是它沒有在運轉 所以基本上是個相關的管制的工作呢 基本上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做 但是這個是在目前我們管制的行為之下 它是可以允許的 換句話說 但是對不對不對的 原因是為什麼 如果它將來要 它將來要申請重啟 要把它啟動 那坦白講 在我們的立場我們就會針對這一條 我們就會去看 我們就會去 是的 所以它看起來就是你們這邊在盤點 盤點零件的時候這個螺絲鬆掉了嗎 對啊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它沒有提出它沒有 它沒有提出它要 它要運轉嘛 嗯 因為它還沒有 它根本就還沒有打 核二 核四的一號機 跟二號機 我們不談二號機 因為二號機根本就還沒有 還沒有 接近完成 那核四的一號機是接近完成 那經過這麼多年以後 當然它有一些 有些零件它會損壞嘛 那原廠它又找不到 那它非要用這個備品 如果要用這種備品來取自己這個東西 它能夠做 如果它申請 要啟動 要運轉 我們會去管制它 這個時候我們會去管制它 這個時候我們會去盤點它 而不是 而不是現階段要去盤點這件事情 但是監察委員他找出這個問題 那當然 這個是不正確的 為什麼 所謂不正確的就是它不對 OK 可是呢 站在目前管制的立場 是因為它根本沒有要申請它運轉 所以說我們沒有辦法去查這個事情 對 所以 我覺得我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好不好 因為主委自己也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不是不對 那是不是你們內部也可以去檢討說 這個流程到底要怎麼去改善 然後到時候再提出報告 一個月內可以嗎 這個我們倒是可以做的 對啊 一個月內可以嗎 可以 好 那就再麻煩你們了 謝謝 好 謝謝賴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請林立錦委員 請主委 好 請 謝主委 主委您好 嘿 我想首先先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有關於這個核一廠廚藝的階段 這個有關這個用過核子燃料乾式儲存 這個設施的困境 其實大家很清楚 現在其實我們核能發電一個致命的缺點 那就是核廢料怎麼處理的問題嘛 那就想就教於主委說 雖然2018那個公投已經廢除電業法第95條第一項 可是基本上 核一廠是不是已經不能再演繹了 我想這個問題 我們需要好好的探討 那核一廠一號機 其實在2019的7月16號已經進入了退役階段 可是關於廠區的階段性的廚藝 這個問題 其實還卡關 是 那 時序上來看 有四次的國際招標不順 那2005年 又改什麼限制性招標方式 然後又委呦 原能會啊 狹下的這個 核能研究所來承接施作 那當然 也引發外界一些什麼裁判監權員的問題 之類的啦 那2012年底完工之後 新北市又遲遲沒有辦法 核發 這個水土保持完工證明 所以沒有辦法進一步進行那個熱測試 那 所以這個案子 又卡在說 又因為質疑說這個 因為海洋啊 遭鹽分啊 失氣腐蝕 這個問題又有浮現出來 那上游又有什麼土石 這個土石流的潛市區 種種這樣啊 道路這個能否承受這個搬運的承接的問題等等 那我想也 那個核發這個導致這個時程上 這個乾式儲存設施這個啟用的池鹽 沒有室外的這個乾煮可放 那燃料棒就必須要放在反應爐裡面 那我想就算反應爐不發電 那這個冷卻 冷卻這個水系統 緊急電力系統 安全系統都要維持運作 那每年這樣的運維費用 增加新台幣7億元 那反應爐 反應器廠房等等 這沒有辦法順利在 接下來的25年除以 每延後一年除以 增加除以費用 每年19億元 我想這個預算大幅增加 監察院其實也提出相關的調查報告 我們即便放棄這個室外儲存就改採用所謂的室內儲存 就是所謂的核一廠第二期用過核子燃料室內乾式儲存新鮮計劃 我看是仍然 仍然 仍然這是大大延遲 所以 就是要就教育主委說 那原能會究竟如何 與經濟部 台電 或新北市政府 來共同 來兼顧地方的健康安全需求 跟國家整體的財政 我想這個部分要請 這個主委 報告一下 非常謝謝這個委員 把這個有關核一廚藝 還有干除這一塊 說明的 背景的說明的還蠻詳細的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要很 很誠懇跟負責的講一句 那就是 您剛才所提的新北這個卡關這一部分 隨土保持完工證明這一部分呢 經過這麼多年的確是的 那應不應該 那都是過去的 我們先談未來 那我所知道的先以目前的狀況的話呢 這個兩兆就是台灣電力公司跟新北 我所知道的 目前 基本上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 已經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往 比較 健康的方向去發展 那我所知道的我們現在就看 如果一切都按照一切順利的話呢 我們希望在今年年底呢 這個隨土保持完工證明 台灣電力公司可以拿到 OK 這是我希望 OK 我在這裡 你有把握 我相信應該是要的 因為您剛才跟我講那麼多 我三年來我真正最大的體會就是 就是一個概念 一個觀念的問題 坦白講 我當初要接這個之前的時候呢 我記得有一次我參加一個研討會 公民團體問我 他會說 單式儲存 單式儲存 這個 單式儲存 你的想法 基本上這件事情就完全 我在這地方強調 其實 單式儲存 室外的 全世界有大概有133座左右 3比1的比例 是室外 比室內要多 其實你坦白講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 我在第一時間講過 室內會比室外好 因為這個冷卻 所有的因素 不可知的因素 有些是操縱在我們的手裡 National Confection 自然對於這個 這種事的室外 坦白講 這個操縱是操縱在我們老天爺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很多事情 當然室內會 當然室內成本會比較貴 但是室外呢 它把它的Safety Factor 它把它的安全係數 它放得很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它也有它的優點 更何況 萬一坦白說 如果像我們台灣 我今天講 如果發生地震的話 坦白講 就算是室內 基本上也是有困難 所以我的意思 我的重點要強調是什麼 我的重點要強調就是說 室內室外 都有它的advantage 跟disadvantage 都有它的memories 跟它的優點跟缺點 所以我在講這意思 就要強調什麼 強調就是說 既然我們 我們社會大眾 它能夠接受這個 大家都願 我們基本上我們同意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剛才您所說的 是的沒有錯 從意是要25年 可是25年裡面 它要分成三個階段到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坦白講呢 可以看成是什麼呢 看成是這個廚藝的準備期 所以呢 在反映爐這一塊 受過污染這一塊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做 但是在它周邊的這些工程 基本上是可以做 其實台灣建築公司 現在當然也有國家整理財政的問題 那當然也有這個 地方的健康安全的需求 是的 所以我才講說 25年 基本上如果我們 坦白講 如果說 如果社會大眾了解的話 今天如果 新北 核發的這個 水土保持完工證明的話 坦白講 所有事情 而且我意思說 它中間有一個 Warm up的時間 這一段的暖車的時間 基本上呢 是已經算到 換句話說 它有個緩送的時間了 所以我所說的 25年 我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認為是 我認為是可以達到 是可以達成 所以在這一段 我知道 晚那一年 我們就要消費很多車 我再跟你說 因為現在你看 現在 核一核二或核四 反正 它現在海外 其實活動斷層 現在陸陸續續 已經被發現的 是的 那這個基本上 那個相當程度的危險 我們都可以預期 那所以 即便核一廠沒有再繼續發電 可是那個系統都要維持嘛 就剛剛所說的 是的 那這個安全的風險 還是相當高 是的 但是我們有 我們有精進 我們有強化 因為我們這個 早在當初我們 就 坦白講 今天我們現在談的是核一 其實核二可能 未來也會面對同樣問題 因為現在目前 核二的這個 有關這個 浸水費油消減計畫 基本上 這個清北也是卡住了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 但是呢我認為水土保持完工證明 如果是能夠順利達成的話 是 這個金牛費油消減計畫 基本上大概應該 也應該到後來應該也可以 我認為都是一個 大家一個思考 一個觀念的問題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我特別強調的是說 您所關心的 基本上我們都有盡量的去做 OK 盡力的在做 我們也都知道 對 主委 所以你在這個所謂的干涉主存 這個新建計畫 你的安全系數應該要提高 是是是是 才真的能確保民眾的安全 是是是 我想新北市當然也是 顧慮到民眾的安全 所以他才有所顧慮 那另外我用簡短的時間 跟你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去年4月有發生一個某這個 高風險的放射照相的檢驗公司 有數位員工離來病逝的這個事情 我想那當時很多委員也就這個事情 提出很多相關質詢 那本期大家也覺得很遺憾 可是我覺得 這個 當然我們可以說 勞工發生這樣的職安事件 可能是跟他的工作環境有一些因果關係 可是經過調查也發現說 廠商是符合相關的福安法規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所以會有一些突襲性的這個積查 那 我覺得不管是工作環境積合如何 積合工作 那好比說 我們要進入這個廠區 進行那個勞動檢查 通常是勞動部的這個職安署 北中南三個單位 會有地方勞工去進行處理 那我想這方面 勞動部的系統也比較有經驗 那主委你曾表示說 人力配置上 原能會是屬於中央機關 地方上沒有派出機關 那人力上比較缺乏 所以你們書面報道也寫說 要跨部會合作的這個監督管理 來整合管制支援 所以我要請教說 那你就教 那你這部分 你怎麼樣跟所謂的這個職安 職安署怎麼樣做一個合作聯盟 然後來確保這個員工的安全 我想最重要坦白講 跟職安署 你基本上因為職安署他雖然 是的 他的人力是比我們要多 可是他的事情也 相較起來也是比我們多 他也 那麼這個福安 福安這一塊 基本上他是非常 對他而言是非常 陌生 對對對 不是不止陌生 就是非常 minor的一件事情 就是非常細微的一件事情 而對我們是主要的事情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當初配合了他 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追蹤還是要靠我們自己 因為還是要靠我們自己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做做所謂的這個 不預警的這個視察 基本上我們強化了我們的不預警視察 去年發生事情以後 我記得這個事情 去年發生的事情是3月左右的話 我們基本上 事實上在前年就已經 這個事情就那個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洪志祥洪委員質詢過 所以說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開始 所以去年我們把原先 大概一年不預警的這個市場 大概如果說10次到20次的話 去年我們總共做了107次左右 OK 那今年我們設定的目標也是100次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也做了一些相關的 一個精進的作為 精進的作為 那是務必要把這 我想除了跟勞動部合作 進行勞動檢查以後 我想對職業安全 是的是的 就是你這個法規的修法 我想也應該必須了 是的 我們有在上面在做 是是是 好好謝謝謝謝主委 好謝謝林委員 謝謝主委 接下來請吳立華委員 謝謝主席 有請主委 好請 謝謝主委 請主委 五位早 主委早 主委我想 您應該猜得出來我會關心什麼議題 我想您關心 南語吧 哈哈 所以我想 蘭語這個議題 對當地人來講是一個夢魘 那我想每一個原住民立委來到這裡 也都會關心這個問題 可能對貴會來講 應該也是一個夢魘 就像核能廢料在那個地方也是一個夢魘 那我想因為是第一次 我還是想要直接問一個問題 就是政府將這個核廢料暫存在蘭嶼多久了 我覺得 我只能這樣講 您剛剛講說存存多久 我就將近40年了 那我的看法是 我們盡可能的盡快的把它圈出來 我認為小英總統基本上他已經有承諾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要把它圈出來 那我們就一一的來離境那個脈絡 看看他的可行性 當然我們都希望能夠盡速的來解決 我想從最早開始 我們從61年來開始選址 然後一直到民國70年的時候 當地人發現那個並不是罐頭工廠 而是核廢料儲存廠 我們就開始抗爭 那我想這樣的抗爭 從民國71年第一桶進來 我們抵擋不了 但是持續的抗爭 還是帶來了一些改變 所以我們在民國95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有了一個最終處置場的牽制計劃 那我想呢 這樣的一個抗爭到了101年 我們也得到了一個初步的結果 我們當初選了金門 烏丘跟台東達人 但是我想這樣的一個選址結果 要進行公投的方式 其實不會有任何的地方政府 願意接受這樣的爛攤子跟這樣的命題 所以我們在想 這也不是一個好方法 還是遙遙無期繼續的抗爭 終於到了民國106年 把它作為一個中繼 中繼戰的方式 又要開始選址 所以我想要肯定我們原能會的就是 作為一個監管單位 對於當初台電送出來的報告 他提出了一個N加6年的 這樣的一個選項 那我們非常高興 原能會在監督法官之下 訂出了一個明確的日期 那我想主委應該知道 謝謝 時間在什麼時候 是的 好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如果沒有記錯 105年年底的時候 這個台灣電力公司 因為針對著 剛才你講說 提放選址條例 最後公投沒有做 我們開始裁罰了以後 我們也要求他 針對的一個替代方案 還包含南雲儲存廠這一塊 所以說他提出了兩個報告 我們核定了以後 針對的一個圈回原廠地的話 基本上我們很希望 譬如說像南雲儲存廠 如果圈回原廠地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從106年開始 3月開始的話 8年之內要完成 8年之內要完成 好 那換句話說 那如果說不是全會原廠地 那你講出來了 109年3月 是 那換句話說 如果說不是全會原廠地的話 那就是替代方案 就是所謂的中期暫時儲存 那中期暫時儲存 從160年3年要早知道藏紙 5年要興建總共8年4年的時間要圈建 所以在這種圈廠 所以說總共要花12年的時間 所以從106到基本上就是18年 好那就是要請教諸位 到118年 現在此時此刻就是109年3月 從70的時間是106年3月 3年內要完成選址 那如果是 如果是中期暫時儲存的話 是的 時間到了 是的 那請報告一下 目前我所知道的他們 因為 我記得林全院長在位的時候呢 我們針對的這個有關核廢的這一件事情呢 我們在中央呢 又成立了一個所謂的 非核家園這個專案的推動小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所有的相關的這些議題呢 都會送到這個地方做討論 這裡面呢也有這個民間團體的委員 那我如果沒有記錯 108年3月就是去年3月呢 基本上他們做最後第四次會議 他們做一個決定 那我看到的是 採用中期暫時儲存 那麼希望台灣電力公司呢 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加速跟這個南嶼 南嶼的地方居民 或是跟一些相關的居民呢 做協商跟溝通 另外一個呢就加速 這個長子的尋求跟 主委請問 也就是說現在109年3月要完成 選址跟土地取得 請問現在有辦法完成這個進度嗎 因為很多事情 因為我只能這樣說 中期暫時儲存還是需要跟社會大眾討論的 因為要公開透明 是的 但是呢他是不需要經過公投 顯然 這個基本上他就沒有 所以他就是也沒有辦法提出選址 也沒有辦法土地取得完成 我倒沒有說像這個委員這麼的 因為最重要是什麼 從法律的觀點而言的話 因為他時間還沒有到 那我們來看一則新聞好了 這個也是我看到一則新聞 集中儲存選址 孔載跳票 原能會將罰台電三千萬 那就是剛才您講的嘛 因為三月快到了 我們當然要做超前部署的話 我當然要時間 所以啊 因為這個是去年108年11月 是的 有新聞 我們就我們就我們就我們 因為我們我們督促他嘛 所以我們要先提醒他 告訴他我們要開始要罰他了 如果他再不早 所以現在 所以現在 所以現在做了什麼樣的處境 我只能這樣講 他們有盡量的積極跟盡量在做 可是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我還是 因為你也很清楚 這個長子的這個 坦白講 長子最後的這個 整個一個長子這個 要尋求啊 基本上到最後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把握他試驗他不會 不會說出來 好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三年還沒有到嘛 所以我 我只是想要表達 我們即便定出了旗程 看起來 就是會不斷的跳票 不斷的跳票 那我想 原定114年 就是所謂的八年後 106年之後的八年 106年八年後 就是114年 要完成簽場 我想這樣的目標 應該是很難達成 對不對 這個 我 按照以目前的時程看 現在目前 今天是3月5號 那我當然 從我剛才講 從法律的觀點來看的話 我坦白講 因為三月底還沒到 我真的沒有辦法 那我們非核家園 可是非核家園 基本上 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朝著那邊在做 而且我們目前按照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 理想性的目標 沒有非核家園 首先我要特別強調 當年所談的2025 事實上他這個2025 這時程已經拿掉 但是這個2025 怎麼來的 基本上是針對著 合一合二合三 運轉執照 到齊 那再請教 因為時間有限 想要請教主委 您是專業 您可不可以 因為我們並不希望 只是在這邊不斷的 質詢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並無二致 我們真的都希望 來解決這個問題 是的 但是您的專業 比我們還要好 您可不可以提出 到底有沒有可解的方法 我今天站在這個位置上 坦白我講的 比較很實在的一句話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我們的鄰國 日本跟韓國 我們常常喜歡 拿日本跟韓國來比 韓國有沒有 這個地方處置 最終處置 有 日本已經有 韓國正在建造 韓國在過去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雖然他們有獎勵條款 但是 我如果沒有做 他們從最後有 從五個裡面 pick up 三個 他們是很順利的 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才始終認為 這是一個溝通 跟協商的問題 我認為社會大眾 對 對核能這塊 有很大的疑慮 所以說我接任了以後 我就號稱是 定位成是全民的原能會 目的就是我希望能夠把 跟全民跟我們原能會 結合在一起 我是覺得你們很辛苦 是與危險共舞的原能會 很辛苦 我要強調 因為這就是一個關鍵問題 所以我剛才 前面有好幾個委員執行 我談到這個問題上的時候 我都是講的 就是一個概念問題 如果這個概念 我們社會大眾 如果想通了 這個問題就解決 我認為 第一放 長子 suppose在國內 是應該要找得到的 至於高尚 全世界到目前為止 都是很大的問題 包括現在就算是分難 謝謝主委 因為時間也到了 是的 我想 我很樂意 我很樂意接受您專業的報告 那我們共同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看起來 核廢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東西 也很難解決的東西 所以我們推動非核家園 對 但是我還是希望能夠 得到一個解套的辦法 那希望下一次我能夠 聽到您的專業的報告 好 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主席 好 謝謝吳委員 好 接下來請 陳秀寶委員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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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發現例如之前的核二號機在轉審查的時候 那原能會的人力明顯的不足 所以希望說核岩所可以走出研究室 那實際到現場的了解狀況之後 把重點放在核能廚藝這個工作上 那核能所能夠結合實務與研究 那麼現在時間過去一年半 那想請問主委 核岩所現在在我們核能廚藝的工作上 目前成效如何 我很快講一句 這個問題存在的是原因很簡單 那就是因為當年核二號機 因為那個邊境箱炸開的事情 那我們為了要讓它重啟 當時我們在最後審查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人力的確是不夠的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發現 核岩所基本上這麼多年 做了相關的一些研究 同時它有一些相關研究 跟工研院有一些研究 基本上有overlap就重點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我覺得我們的人力基本上 它應該是我們的這個後援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那做哪些事情 譬如有關這個放射線照相的這件事情 這個這個機查的這件事情 坦白講以我們的人力去看 雖然照相業者沒有多少家只有二十幾家 但是整個要稽查它的話 坦白講要做這個所謂的不預警的視察 那在這種情形下的話坦白講的確是很困難 去年我們做了107次 這107次我們需要靠人力 那這個時候核岩所基本上就提供了我們這個相關的一個人力 這是這一塊 那所以說這個人力這部分呢 實物的應用 這就是實物的應用了 對那現在我要請教您的是 關於說核岩所這次在廚藝工作上 你們做的成效如何 因為在您的業務報告中也有提到 對於台電辦理核一核二廠這個 有關所謂您所謂的這個幹事儲存這一塊 那核一核二這一部分 剛才我也跟有相關的委員報告了 基本上呢 跟新北協商的一個結果 去年年底跟他們協商的一個結果 基本上現在比較有個初步的 比時間大概有一個比較往正向的一個發展 那剛才我也講 如果一些都順利的話呢 大概今年年底的時候呢 有關核一幹除的 室外幹除的部分呢 可以暫時儲存的這件事情 大概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結果 比較具體的結果 所以要在年底才會知道是不是 因為它有一定的時程 因為我講白一點 就是新北要求台灣電力公司 重新提出重新申請 水土保持完工證明 完工證明的這一塊 提出它申請 那換句話說 這部分它有一定的審查時間 您也決定的就是說核岩所 因為我們已經走出研究室了嘛 就是食物 但是核岩所基本上在這一塊做什麼事情呢 那在這個廚藝上的 廚藝上的工作的落後部分 我們已經盡力的在協助他 因為其實過去有委員會他們會覺得質疑說 那圓能會是不是對台電他只會發函 只會罰錢 那本席認為說 其實圓能會在我們負責監管的這個功能上 應該不是只有發函跟罰錢這個功能 其實我們可以協助他們做的事項非常的多 所以說 基本上在像這一塊部分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經濟部 不是我們 那我們只是一個管制機構 因為你們有專業 就是在這一塊上 你說經濟部的話 那這個專業還是 可是台電沒有 經濟部是主管台電嘛 所以台灣電力公司 基本上它的指數長官 是這個經濟部 那我們這邊所管制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配合管制 所以我們要有法源的基礎 那法源的基礎基本上 基本上現在目前就是有相關的一個法則 所以我們在做相關的法則在處理嘛 當然 如果說我們今天 如果是完全變成一個獨立機關的時候 我們可能發 在這個 這個 這個法環之一部分 我們可以 可以定得更高的標準 就像公平會一樣 那如果說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基本上如果我們更有 其實圓能會的功能就是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所謂的 就直接的 給他們管制 我們要發揮我們 我們委員會的功能 就是不能像其他委員所指引的 就是你們只有發函 只有罰錢這個部分 我們能夠去協助他們做的部分 其實還有其他 我們去做比較具體的建議 那來諸位我請教 去年11月2號到8號 我們圓能會有派三位同仁參加 核電廚益安全管制 及經驗回饋研討會 那在今年的1月21號的時候 交出了一份出國報告 那上面有寫說 那收集到相關的 廚藝管制最新的資訊 那趨向內容 可以做未來核電廠廚藝安全管制的參考 但是今天貴會的那個 那個業務報告的第三頁上面又提到說 目前和一場用料用過的那個燃料乾式儲存設備 無法如期運轉使用 那如果說沒有立即的移出的話 原能會除了持續的監督 那也要避免影響整個廚藝作業的期程 已經促請經濟部及台電公司 積極的跟新北市政府來溝通協調 那請教主委 我們已經有派人到西方取經 也出了考上回來了 他們已經協調了 我剛才已經講過 他們確實年底已經做了 可是我們在這麼認為 因為事情到最後還沒有完 到達我們的 還沒有把這個事情 那個結果發生 所以現在主委您很有把握 就是說照著時辰再走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是 我們現在 基本上我們已經delay了 這已經是延遲了 只是說協商跟溝通的一個結果 從去年年底的這一次協商跟溝通 我認為是有個比較建設性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建設性的結果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朝向今年年代 所以主委的意思就是說 在今年年底就會有個結論了 我們希望是這樣 當初他們協商的一個結果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部分你們會持續的來協商 當然是會 當然是會 我們有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在你們的任務報告 在你們的任務報告 第十一頁裡面 他有一個國民輻射劑量的調查 那就是調查我們台灣民眾 在生活環境中所接受的 天然的或者說是人造的 這些所謂的輻射破路的輻射劑量 那請問這一份調查是已經完成了嗎 你說這一份調查什麼 對啊 國民輻射劑量的調查 這一份調查主要目的是要了解 我坦白講 我請教你是不是已經完成了 還沒有完成 還沒有完成 才開始的一年 他從108年調查要多久會完成 4年 要4年完成 108到111年 所以今年是109年 去年已經第一年完成了 那這個調查完成之後 是可以公開參考的 當然我們是放在網上 我已經特別強調 我們是全民的園能會 所以說所有東西 基本上一定是在第一時間公開 給社會大眾知道 所以說這份調查要4年才能夠完成 完成之後 會公開 但是我們每一段時間的 進度報告會告訴各位 那民眾上網就查得到 好 那我們也會 基本上每一年的進度 我們也會放在網上 那去年度的進度在今年查得到了嗎 去年度108年開始做 還沒上去 還沒上去 什麼時候可以上去 3月底 3月底 民眾就可以上網去查到這樣的數據 他可以去了解到說自己在 生活之中所揮入的 所接收的輻射性量 是是 然後再來我請教主委 在你們報告的22頁到23頁有提到說 其實一般的民眾對圓能這個部分 你們也很努力的希望能夠跟大家 民眾溝通 那以 那科普活動來擴大 來 讓民眾對我們 核能的認知 透過課程 或者一些 科普知識的推廣 那 希望可以 釐清民眾對核能的誤解 那麼 我想請教一下 在 我自己上網去看了一下你們的文字 真的說可能是太專業了 以我去看都不是很了解 那我要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出一些比較 生動活潑的一些刊物 像剛剛那一本 阿妹回去一下 那本書 怕輻射不如先補腦 我不是要推銷這本書 但是這本書真的很有趣 而且是有幾種 比較生動的立場 來讓民眾去了解說 其實輻射沒有那麼多 謝謝 那我還要請教一下 你們去年辦了所謂的科普的 這些活動 你們強調說有一萬多人來參與 那對於民眾來講 看你們覺得說這樣子是對很有幫助 那像你們這樣子的課程 這樣子的科普活動 科普展 大概都辦在什麼樣的地點 什麼樣的對象 是 第一個我先講這個對象 我坦白講 我們希望我們 我們的這個對象 是老少先隱 通通都適合 那事實證明呢 小朋友們呢 是非常喜歡 你們辦的那兩場在哪裡 我要稍微說明一下 去年我們總共辦了三場 第一場如果沒有記錯呢 是二月初 就寒假 剛剛結束的時候 OK 是在華山文創 不過我們那個地點呢 不是很理想 OK 換句話說它在華山文創的邊陲 那後來呢 我們一到台中一個至上國中去辦 那在華山文創 第一次辦華山文創的時候三天 總共呢 總共大概三千多人次 那第二次在這個台中的時候呢 大概是一千多人次 因為那是在一個至上國中裡面 那最後一次呢 是去年七月 那是正式的 號稱真正是正式的辦 總共四天 在華山文創 也是在華山文創 那個地點就是不錯 那如果你們 未來今年我們也打算 你們對這三場所辦的成果 你們滿意嗎 這一次就一萬四天 一萬大概零多少人次 你們覺得成效好嗎 蛤 你們覺得成效好嗎 我覺得因為是這樣 你如果你拿這個參觀 參觀的人數來看 可能人數不可以想像到那麼多 但是如果以我們花費的成本來看的話 那坦白講 我覺得成效是非常的不錯 不好意思 我要特別強調 我們第一次三千多人次的時候呢 我們只花了不到七十萬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第二次呢 最後一次呢 最後一次呢 有一萬多人次的時候 我們花一百多萬 這個相較於過去我所知道的 因為我們是完完全全人 土法煉綱 就是我們自己做 那過去的 有些展 基本上呢是用一些其他的 那我就不管 那我們自己是 那我認為這個有個優點的原因 是因為核研所基本上有這個實力 那我們能夠這樣去做 能夠讓我們真正知道 我們整個一個 整個一個遊戲裡面 所有的機制到底是什麼 什麼地方能夠吸引 什麼地方能夠吸引小朋友 我時間也到了 那所以說我認為 這是最大的賣點 針對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說我們也能夠 能夠透過一些比較淺顯的 比較能夠大家能夠接受的方式 來讓民眾破解對輻射的物件 因為你剛才所提的 我特別想要一下 我認為科普吸引社會大眾 相較於這個 剛才你所講的這個 紙板的這個 像這種圖書 相較起來的話 坦白講 這個展 基本上是有它的存在的利益 其實可以並行 這個圖書基本上是比較 不過你剛才所講的 我們會接受 謝謝 好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黃國書委員 謝謝主席 有請 謝謝主委 謝謝 合研所陳所長 請陳所長 黃委員 好 剛剛陳委員有提到輻射 我最近查了一個資料 在SARS期間 行政院當時的勞委會 有提出一個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職場預防SARS之消毒手冊 裡頭有提到輻射 幹嘛射線和X線都能使病毒去活化 哇 我眼睛為之一亮 最近各單位都忙著在做防疫 特別是科技防疫 那原人會 你總是要找一些事情來做 他找什麼事來做呢 核研所我想來問一下 按照過去的這個SARS的消毒手冊 輻射可不可以 當時是說 輻射可以對抗SARS 那我想問一下 那這一次啊 輻射可不可以用來對抗 這個武漢肺炎病毒 可不可以 報告委員 要對抗這一部分 可以從 就是從醫療器材 來輻射滅菌這方面來著手 那因為在國際核研所 在同位處那邊 有迴旋加速器 有固六屬造射廠 那這部分我們 在過去的時候 我們有記轉 給廠商 在中部的時候 中國生化公司 所以這部分的時候 你有記轉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這個可能嗎 因為裡頭有提到 對抗SARS病毒當時 可以用物理性消毒因子 也就是包括輻射 所以當時啊 是說 輻射可以對抗這個SARS 所以 我只是想要問一下 如果輻射當時可以對抗SARS的話 那當然 也可以來 對抗武漢肺炎的病毒 如果可以的話 那核研所你事情可多了 核研所 沈所長 所以你要想辦法 讓這一個輻射 我們現有的相關的科研 應該要廣泛的來運用嗎 不是嗎 黃委員 這個我 我就 帶我們這個 這個 沈所長回答一下 你有比沈所長專業嗎 不是不是 這是科技 沈所長雄專業 這是科技 所以我不好意思問你 問一下沈所長啊 因為我覺得他答得還不夠完整 要我 您回答 你比較厲害 你來回答我的問題 您剛才的問題坦白講 我心目中很早就有 就有想過了 真的啊 坦白講 原子人的輻射 跟這一個疫情指揮中心的平台啊 昨天科技部 你聽我講完 他們都很多平台耶 我們原人會 你總是要 聽我講完 你想想看 我們的輻射源 它的活度強度 我沒有時間 聽這個學理啦 真的 要跟你說明 一定要講清楚 為什麼 以他的 以他的這個 輻射劑量 我不敢找 包票說一定 殺的死 但是您剛才所提到 SARS是可以的話 那坦白講 他都是冠狀病 你懂嗎 對呀 所以我認為是可行的 可行的 可行的 那你們得做一些事情吧 他有他的side effect 他不好的副作用 我要特別強調 因為他的 他這個輻射劑量很高嘛 那要看他 輻射劑量多寡嘛 所以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就是說 他的活度要很大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的話呢 目前我們真正可以做得到的 那就是做什麼 做一些防護衣 口罩的消毒 可是呢 我們台灣現在 口罩也好 防護衣也好 基本上是disposal 換句話是拋棄式的 像中國大陸 它不是 它是回收式的 那坦白講 它就需要用X-ray 或是也在充病 電子數 至少啦 至少現在市面上 酒精都缺貨 你聽我講 那你相關我們 我們算的技術 我們至少可以 我在第一時間已經到 第一時間我們已經在 我已經告訴你 合研所去做 可是呢 很不幸的 因為呢 不幸的是誰 不幸的是什麼事情 我們這邊這一塊 我們的設備啊 我們的孤六屎啊 基本上呢 大概十多年前買的 那十多年前買了 他因為這個 隨著時間 他會decay嘛 他活度降低了 所以說他現在 活度降低了以後 活度降低了以後 那現在如果說 要去殺菌 要去滅菌的話 坦白講 花的時間更多 通常可能 可能你活度高的話 可能幾十公斤的 幾十公斤的一個 幾十公斤的口罩 基本上可能 三個小時就可以結束 可是現在的話 我們可能要搞個一個星期 所以說 不止的嘛 而且那再加上 現在目前 口罩也好 防護衣服也好 基本上我們現在這個 都是屬於拋棄式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沒有這些問題 但是而且 當才 陳所長也 他也回覆了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們相關的技術 已經轉 轉給什麼呢 轉給民間的廠商 那民間現在目前 他接單都接不完 他目前都有在 有在做相同的事情 好 就是在教育 那 那原能會有關於 輻射在這次防疫工作上 他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可不可以你們一個 禮拜以內 提出一個報告出來 可以 可以吧 至少可以吧 如果他的確有那個功能的話 那怎麼可能 原能會在這次防疫工作上 點點 怎麼會這樣 對不對 總是要有些貢獻嘛 你們都要快要降到三級單位了 要變成 我 我已經都想好了 要變成核安局 一個一個 還一個酒精 好啦 你們快一點 至少 可以做一些協助吧 應該吧 好不好 好 謝謝 陳所長 好 接下來我想提一個問題 去年其實我也曾經質詢過 我們有一家檢驗公司 有多明員工 罹患白血病 後來 原來會有去加強機查 有 當時是因為他們沒有佩戴這個 劑量配章 他沒有佩戴 好 那個時候 是 2019年的9月2號的事情 那個時候我們在委員會都有提出質詢 好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間 我們也發現了 台電 台電的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的杜委員 他 去諮詢了 然後有一個會議記錄 當時有發現 台電公司 簡報前次作業沒有落實佩戴 這個TLD 也就是輻射配章 是是是 原來會知道這事情嗎 知道 知道 那進行什麼處置 有什麼處置 有處置嗎 還是知道就知道了 就放著 報委員 這算不算違規啦 我先問一下 報委員 沒有佩戴配章就是違反法 當然啦 對啊 我們都會去 民間的公司 我們都會去裁法了 那台電喔 台電 這個有嗎 我看也沒有 我想這個是因為是物料諮詢會提出來的一個資料嘛 那但是我這邊服事防護處這部分呢 我們就是上次剛剛委員提到的這個檢驗業者這個事件之後呢 我們對去現場去台電公司的核電廠記錄的時候 也會抽查這些包商工作委員的這個配章 從去年那個事件開始之後所有的我們都去抽查 好我知道 我們是沒有發現到有些事情 這個是一個確確定的事情嗎 確實的事情嗎 有這個事實嗎 對不對 有這個事我想了解一下 原人會接下來的處置是什麼 有裁罰嗎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目前我的掌握的裡面 我們都去抽查或其他資訣 是沒有 沒有啦 就你們沒有裁罰啦 沒有啦 只要有確定有這個事實我們就會裁罰 那就是沒有裁罰 這已經是一個事實嘛 你們就沒有處理嘛 我只是提醒你們啦 是 謝謝 因為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員工 因為沒有佩戴這個計量配章 然後它主在一個高度的危險的工作的環境嘛 這個就是原人會的工作嘛 人家已經諮詢委員會這個 這個還是你們原人會的網站上找到的資料 原人會都已經公告這個 那你們也知道了對不對 謝水也知道了 結果你們就放著也沒有處理 不是主要是讓你們 好不好 這個你們 你們去處置啦 是是是 好不好 好 再來 去年的10月 因為當時有一些學者有提出核市場斷層的問題 當時我也提出質詢了 我在去年10月21號提出質詢了 結果兩個禮拜以後啊 監察院在11月15號就提出糾正 這個是一個事實 那為什麼監察院要糾正這個事情 核市場在30年前就發現斷層 核市的外海有90公里的斷層 核市場的1號機2號機的下方有斷層 當時都沒有做全面的深入調查 在當時 好 經濟部那個時候其實是想做的 102年經濟部地質調查報告 他那時候不稱斷層 他說S構造 其實S構造就是斷層嘛 不是嗎 其實就是嘛 好 那個時候也提出來 S斷層位於核市場1號機2號機之間 應該要全面來開挖 好 開挖當時啊 市場是當時想做 可是那時候涉及水保計畫跟環差分析 沒有辦法執行 然後那個時候核市就封查了 封查 那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為什麼要提這個 因為核市的公投明年8月會進行 如果核市公投要進行的時候 我覺得圓能會你們有責任 要去做幾個事情 你們要必須要有新的資訊告訴大家 會的 如果核市公投過了 我們當然要比照公投的結果 我們要來重啟核市 那核市重啟核市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做這個斷層的調查 得啊 現在已經跟你糾正了 選證程序 你得去做這個事情 好 現在問題來了 第一個 你一定要把這個資訊完整的公佈 第二 S斷層的開挖的調查 他一定要拆除核市場的建築物吧 不然你核一場核二場 底下的範圍你要怎麼調查 那拆除的範圍又是多少 這個都是圓能會你們要去清楚掌握的 不然的話監察院去年跟你們糾正 你們也有放著 沒有任何的作為 就這樣子 所以圓能會現在要做的事情 你們可能要快點去評估 第一個要公開新的資訊 第二 如果要開挖到去調查這個地層的話 它的範圍到底有多大 那我們要去怎麼樣進一步了解 這個斷層裡頭 它裡頭的相關的安全的係數 這些東西都是未來你們要處理的嘛 主委 謝謝主委 我很快的稍微回復一下 那個糾正是糾正台灣電力公司 我特別強調一下 但是這些事情我們都要注意 那基本上您剛剛所講的我們都會做 都會做 事實上我們現在就有一個調查小組的調查 而且決案報告還沒有出來 好你們一個禮拜以後 針對必須要重啟地址調查 你們提出一個圓能會 有關於你們全責的書面報告 可以吧 一個月 好 謝謝 謝謝黃國書委員 好 謝謝 接下來請李奕華委員 主席好請 謝謝主委 謝謝主委 好請謝謝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對很高興又可以在這兒 跟大家一起努力喔 不過呢但最近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 我們各單位都有做一些 就是萬一發生一些狀況 到底我們各個單位如何來因應嘛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核電廠是我們很重要牽涉到核安的一個場所 所以呢我們對於核電廠的員工萬一啦 當然我們這都是叫做提早佈局嘛 都希望是不要發生 可是要做準備以防萬一 那就有關於核電廠的員工 如果有確診染疫的狀況怎麼處理喔 那因為我們也跟很多單位調了一些相關資料 所以當然也就跟我們的圓能會調了我們三個核電廠 到底在相關的SOP或有關相關規定是如何來做 那主委你知道核一核二核三怎麼做嗎 你知道嗎 我相信核一核二跟核三 目前因為有一個是廚藝當中 所以說相較於核二的話呢 因為更何況核二又有核二一號機在大修 所以說核二的核廠的基本上它的防疫措施 狀況不一樣 當然會要強化的更多 特別針對的運轉人員 特別針對運轉 所以核二呢也因為這個原因 它不是用而文槍來進行 它是用這個所謂的 我們所謂的這個 這個 就是所謂的 特別為這件事情去買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基本上是有各種不同措施 現在來說 又有調出人數 目前因為 雖然你說核一 雖然說核一 現在是所謂的 停止運轉 但是因為它燃料棒沒有移出嘛 所以核一到現在 還是有657人 人數還是很多 核二因為在大修 一號機在大修 所以呢我調的數字大概 會超過1800人 有時候多會到2000人 是是 算是比較多 核三場也有940人左右 是 所以人數都蠻多的 可是呢我去調了之後 就你知道我拿到幾份資料 你知道嗎 有關核一核核核三 我在問說萬一發生 就這次的相關的管理措施 就你們知道我拿到幾份嗎 我本來以為想頂多三份啊 核一份核二一份核三一份 結果我拿到十份 然後這麼多 然後十份 然後呢 剛才主委你講的是叫做 可能也許是 依照你現在這個 真無關你的common sense 就是說確診應該要怎麼做 或說你要怎麼做 但是你有沒有去看他們的內容啊 主委你有沒有去看 我有瀏覽過 但是沒有仔細看 瀏覽過 如果你有瀏覽過 我還希望你回答說沒有瀏覽過 因為瀏覽過的話 我會覺得瀏覽過 你現在沒有把它退回 這就讓我覺得很納悶 你知道為什麼這樣說嗎 因為 你知道核一核二三 我先講了 但你說大修期間這有 是 這些當然有 但是呢 核一核二三它就有所謂的 加強防疫管理措施嘛 有各一個我就以這個為準 因為這是長得最像的三份 就是這三份長得很像 你知道都怎麼寫嗎 如果染疫你知道怎麼處理嗎 他就是說戴口罩嘛 是啊 他正寫說如果 尤其喔 電廠最重要的位置在哪裡 主控制室 跟廢料控制室喔 沒錯吧 這是我們應該是在核電廠最重要的 而且是密閉空間嘛 應該是密閉空間對不對 這兩個地方應該都是吧 那個核館 結果咧 我們 竟然寫 竟然寫 來再回憶一下 竟然寫說 如果確診 第一個喔 第一階段是 如果未發生有確診案例的時候 竟然說 不提供口罩 好 然後呢 再來才說哪些狀況 才隨時戴口罩 竟然有發燒咳嗽 這些人就應該不要來啦 竟然說請他們戴上口罩 再來第二階段是說 如果電廠主控制室跟廢料核電室員工有確診案例 如果確診案例 我看裡面都要被隔離了吧 其實你寫線是說 請他們一律戴口罩 這真的是跟我們現在所有都不一樣耶 看到都不一樣耶 我想這部分跟委員做一個說明喔 那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控制室他們是一律戴口罩 那後來發生這個口罩的這個 這個短缺那個 疫情指揮中心有說健康的人不用戴 那當時他們就做了一個檢討 那在這部分的話 所以才會發生說 這邊看到說 主控制室跟廢公司 如果發生確診的時候才戴口罩 並不是那個確診的人才戴口罩 等一下我先講喔 確診的人要依照指揮中心的規定 指揮中心有說 是有說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 大家有加一個叫 密閉空間要戴口罩啊 那這是隨著時間在 沒有啊 密閉空交戴口罩一直都是這麼說 尤其我要先講喔 核電廠是如此的重要 它要跟一般人是一樣的嗎 尤其核電 一般的員工如果說 我今天如果生病 可能另外一個人能夠來取代我的工作 核電廠的工作門檻是高的耶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到主控制室 或是處理一些所奉合的控制室耶 可能那句話讓你誤解啦 怎麼會是誤解呢 寫得這麼的清楚叫誤解啊 我再說明一下 坦白講 三段都這樣寫啊 沒有這段事情 還是一家超 跑出了十份 我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很早就開始超前部署 換句話說 我們從一月中旬到一月底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有第一次開始 發言要求他們做一些相關的事情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剛才所提到 在那個時候呢 基本上是鼓勵大家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好在剛才講了 在這個主控制 在主控制裡面是密密空間 他們是有戴口罩 但是如果有染疫的 他一定強要他 他一定要戴口罩 那為什麼這樣寫咧 所以我才說你說瀏覽過 這根本叫退回嘛 這怎麼可以存在呢 不是就這個認知的 我剛才講說 這怎麼是認知 以合二場 我們但是看白紙黑字啊 以合二場主控制室 目前的情況 因為他大學 他進出的人力的話 事實上 合二場的控制室全部都戴口罩 合二控制室才戴口罩 合一合三 不用戴口罩 我要先講喔 現在口罩其實供應量都已經很足夠了 足夠很多了 你們這種第一線如果需要 就應該要去爭取嘛 你可以在河安的角度去爭取啊 像這些 這些你竟然在密閉空間 萬一真的一個確診 對我們的河安是會發生影響的喔 是是是 所以我必須說 來你到底連 好你再往下 再往下 包括現在 我連我看到 一千零九年二月十四一千 一千零九年 這都可以再給我們 立法文的資料可以出現啊 我真的看到都覺得太離譜 太不用心了 然後呢 我們會提醒 自主佩戴時機 好 還自主佩戴 鼓勵同仁自主佩戴 這叫鼓勵 該強制要戴 就要給他佩戟 要去爭取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基本上控制室是一定要戴的 這個我完全同意啦 那因為現在目前 因為控制室基本上是一個封閉空間嘛 是啊 對啊所以你該爭取要爭取 這邊我們請你去爭取 幫員工爭取 然後請把這些很誇張離譜的流程做修正 還有呢 謝謝 最後最後還有一個 我發現也要麻煩 萬一我們一樣班要怎麼調是 兩班三班四班五班六班 我看到的也是都不一樣 但是這回歸專業 我沒有辦法來智慧 這是專業 但是我只希望站在河安的立場 你們不能只丟給台電 因為這給我看的感覺就是 台電送什麼來 你們就是 就這樣 根本沒有去審查它 到底合不合理 所以我要要求你們一定要在河安的立場 該給他們口罩 該怎麼樣的SOP 不對 要修改 包括到底人力怎麼分 你們要在你們專業 來給台電意見 那針對這個值班人力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完全依照法規的要求 並不會因為廚藝 所以我就說這部分我要求你們要按照 就是要去審查他的東西 或是要求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我就最後 依照法規來辦 好 抱歉我最後要再提一下一個 就是 剛剛我有看到主委有回答 就合一場廚藝 但是移不出燃料棒 當然我知道新北市 我從上一屆就在講 新北市政府跟台電之間要協調 因為它有水土保持的問題 水土保持沒有人敢承擔得起 那你有剛剛我聽到你有回答說 已經有進度 有進度 但是據我知道 其實台電還是沒有修正 就是有一些共識 但是還沒有動作 所以我還是希望 人能會站在督促的角色 好嗎 我剛才講 在督促的角色 一定會 一定會做這件事情 另外 當然 你們要讓它是一個中間 不是一個永久的 是的 這個部分我想也需要再次的承諾 謝謝 那這部分可以去督促一下嗎 是是是 要不然的話永遠就是離不出 沒錯沒錯 這就變世界首例了 是是是 好就請積極處理 謝謝 好謝謝林委員 接下來請高鴻安委員 高委員結束 質詢後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有請謝主委 好請謝主委 各位你好 主委你好 還有就是圓人會的大家 大家好 那首先的話呢今天其實 因為老實說我自己呢也是 因為這一次教文委員會 排到了這個圓人會的質詢 才有了這個機會 對圓人會有很多的認識喔 這幾天也Google了蠻多 關於圓人會的事項 那我想要先提出第一點就是呢 呃其實我們先看一下 下一頁好 沒有拿過來 不知道哪 好我們先看就是 呃核研所的這個部分 那也可以請一下陳所長 核研所這邊呢我們之前有看到齁 在107年11月8號的時候呢 行政院通過了將核研所改制為 所謂的原子能科技研究所 研究院 那這個業務的範圍呢其實也非常的明顯齁 就是說我們其實看到政府所講 欸我們看下一頁不好意思 我們看到呢其實他通過了這個 國家龍潭的原子能的科技研究院設置條例 那裡面你可以看到業務範圍涵蓋的是什麼呢 核能安全輻射防護放射性廢棄物 生命科學原子能跨領域系統研發 全部呢都是跟核能有相關的部分 那同時呢我也順便在Google了一下這個組織的條例 確實在組織上面包含我們在圓人會的組織規劃裡面 也確實都是以核能相關為主 那我相信呢以蔡政府現在要推動2025的這個非核家園 所以在未來的這個可能25年之後 大概都還需要很多核能相關的能財 但是呢因為我最近也在開始研究所謂的前瞻計畫 所以我們看下一頁 我們在前瞻計畫裡面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包含說就是 圓人會今天給的這個業務報告裡面也有提到 我們呢已經開始在參與到綠能科技的發展 那這部分呢也包含了我們前瞻計畫裡的 沙倫的綠能科學層的旗艦計畫 那我就去翻了一下我們的這個預算裡面 那包含說我們在綠能沙倫的綠能科學層裡面呢 我們設立了這一個辦公室 包含這些事情 那我首先我就會覺得比較好奇想要問一下主委跟所長 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在河岩所裡面的這些人才 還有我們的這些研究的設施跟能量 據我自己所了解就是 按理來說我們今天如果我們是一個具有核能相關 就是圍繞在核能非常專業的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要轉行去做我們所謂的綠能科技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傳說俗稱的 獵狗不打獵 我今天明明河能有很多的主要的業務在做 但是我卻沒有專心專注在核能 所以我們昨天在看的時候還想說 這是另類的乙核養綠嗎 所以我希望所長先回答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呢在核研所 我們到底這些累積的人才跟能量 去做綠能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不是合適的 報告委員 現在核研所在2002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有關綠能相關的研究 都有一直在進行 好 沒關係 您講這個我也有查到相關資料 因為包含像染料電池 我看到2002年其實有些計畫 但是 如果在組織條例上面你的組織圖 包含甚至我今天 我還剛剛在前面我還在看手機 想說網站都沒有更新到 就是本所檢介本會檢介的部分 其實在綠能相關的部分都非常的少 而且在我們的這個組織條例裡面是完全沒有看到 所以這是第一個要提醒的點 就是如果現在綠能確實是我們 原能會或者是核能所 我們需要研究的項目之一 那可能你在組織上面 行政院的組織條例裡面 你必須要去做修改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看第二個 下一頁 這個是我們看到就是在沙倫的這個 就是我們的一個計畫的一個預算編列 所以你看你還會就是派人去參加國際研討會 設備跟投資的部分 那我這裡就開始很好奇 因為沙倫綠能科學層呢 其實還有工研院的綠能所 也有進駐到這邊 那下一頁我們看到 綠能所 工研院綠能所 因為我對工研院還蠻熟悉的 所以我又去查了一下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我發現呢你們在108年的 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 工研院的108年的工作重點裡面 其實它包含生殖能源開發 高效率氫能燃料電池 分散式儲能系統 還有我們的鋁離子電池等等 其實我發現這兩份啊 跟你們的業務報告 其實它相對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對得起來的 那我就會覺得很奇妙是 你們跟綠能所的差異或定位到底在哪裡 可以也請主委或所長可以幫我解惑一下嗎 我報告一下 就是在做科技引發的時候 其實比如說我舉例燃料電池來了 那我們是專注在固態洋瓦路燃料電池 他們是專注在氫氣燃料PEN 就是PENFUSEL的燃料電池 所以這個是沒有衝突的 對但是我看到比如說好 沒關係我們一下一下來好了 第一項我們的業務成果叫做先進配電管理系統 先進配電管理系統的話其實就比較單純一點 這個系統的技術可能就不是像您剛剛講燃料電池這麼高 那這個技術我相信其實搞不好不只工研院 搞不好支撤會都有做 那所長您認為這項技術有需要擺在圓能會裡面嗎 這個特別報告 這部分我們做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是受到台電的肯定 因為我們在目前的就是就是因為這樣的技術 我們用在台電的雲林處的調度中心 我們也成功將我們技術這個放進去 然後他們成功的從去年的4月到12月成功成功的就是 在業務報告上面都有寫到35次這樣 對我很開心聽到就是所長講說做得非常好 但是其他你看看很多單位 所以我們是有將核能這方面原子能這邊的科技的研究 我們把它發揮得零零精緻 事實上在科技的研發角度來看的時候 不是只有單一的技術它是可以衍生出來的 那我們有核能的技術的時候不是只有專注在核能 在部分在逆能科技還有在整個原子能的研發裡面 因為不好意思時間不夠 先進配電管理系統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自己之前在就是以前在念博士的時候其實也參與過 那我了解到的是它人才背後的屬性或者是需要培養的這個時間 也許核言所做的沒有錯做得很好 但是呢我現在要提的是其實跟工研院綠能所 甚至是在支撤會的這種所謂故障預測管理系統 其實它某種程度上已經是重複了 所以也許這不是所長能夠去就是撼動整個部分的問題 但是我看到了一個院內互打 就是你們在做的事情其實別的支撤會工業院也在做 那這對於我們來講前瞻預算如此的多 那其實它會有一個重複預算的問題 那在第二個你看到的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燃料電池 那燃料電池我相信您剛剛講的沒有錯 就是會有固態清態等等的不同的型態 但是我再強調的是今天我們在這個沙倫的這個綠能科學層裡面 可能有一些研究項目當初我們在主委或者是所長 我們在規劃的時候就應該要考慮是不是能夠跟他們共用設備等等 而不是像我剛剛看到這個預算裡面其實是有你們自己會編列你們自己所需要的設施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為什麼會有重複的問題 你今天人才要重複培養 你今天設備設施要重複的去購買 這就會變成是我們在公堂上的一個重複榮餘的浪費 所以這只是希望先提醒 那至於工研院跟製作會本期在這裡希望大家能夠互相去溝通 互相能夠把資源能夠共享 甚至是你們的研究成果能夠去共襄盛舉 大家一起來做或者是交流 我覺得這是會對我們台灣的這個更好的事情 好謝謝 那下一頁不好意思 因為還有加二嘛 好這個是我自己也蠻關心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看到就是2018年的時候 廈門大學的能源學院跟我們的新竹的清華大學 其實簽了一份MOU 這個MOU裡面呢 其實我們是由廈門大學在借助清大培育人才 那我們在看到大陸釋出這個會台31條的這個政策之後呢 其實蠻多的這個選民都有跑來跟我澄清擔心說 會不會有很多台灣的人才流失跑到大陸去 那我們看到說其實現在台灣的核能人才呢 因為台灣有這個儲藝 核能儲藝的問題 所以其實老實說很多的學生可能都覺得 未來在投入在這個研究上 會不會在台灣是沒有市場沒有發展的 所以呢核工的人才到底未來我們在台灣是不是 因為未來25年可能都還是需要有很多事情要做啊 包含我們核電廠廚藝啊 包含這個廢棄物的這個處理 所以呢在這邊本期想要請教一下 如果說未來我們在輻射應用 還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需要這些優秀專業的核能人才 但是他們在台灣 我們該怎麼樣吸引他能夠留下來 而不是被大陸就是用這些會台政策挖走 我首先要跟那個高委員報告的是 針對的這個核能人才核去核種 您所擔心的齁 我倒不是那麼的悲觀 因為主要我們還有所謂的至少25年的廚藝 另外最大一個問題我們還有核費 這是全世界的論文 而且重點要強調就拿廚藝來講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 全世界大概有兩三百座 甚至到四百座的電廠要廚藝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來講的話 然後我們自己講 在未來二十年 如果所有的經費 大概差不多 他們估算的一個結果 大概有將近超過兩千億以上的廚藝的經費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 希望原能會能夠讓社會感覺到 社會大眾師生們都感覺到這份重要性 如果我們透過廚藝 我們發展自己的廚藝的產業的話 那基本上的話 這些工作呢 我們就會幫我們審掉至少一千 這是合一合二合成 我深刻的覺得這才是合研所或者是原能會目前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的 希望主委更加的關注而不是去參與到綠能的院內戶大家 那個綠能那一塊 另外我剛才因為都是那個首長才說 因為這邊有一些背景 我要跟你們說明一下 我在接 我在接這個位置之前 三年前我都在接這個位置之前 合研所在主改完了以後 他是要去經濟部 是是 後來我接了以後呢 基本上我認為 要把這些合能人才要留下 基本上他要做他分內該做的事情 所以說現在目前他是在短型當中 很可惜的是 因為我接的時候 基本上前章計畫已經開始執行了 殺人綠能科學層已經開始規劃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沒關係主委你還有機會 可以把這些事情把它導到正軌 我覺得正確專注的事情去做 然後剩下的綠能也許可以考慮來跟 剛剛做得很好也沒關係 你去幫助工研院支撤會 讓他們可以變得更好 是整個台灣的最大利益的最佳話 謝謝主委 謝謝所長 謝謝 好謝謝高委員 我們休息五分鐘 謝謝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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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们继续开会 接下来请范云委员 我们一样请主委 好请谢主委 谢谢 范云委员好 主委好 主席好 那我也是新任期的新委员 然后第一次在原能会里面发言 那原能这个议题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想我就先从那个比较笨 然后比较觉得难了解的问题开始 你太客气了 我自己记得非常的清楚是 陈水扁总统 前总统他担任总统的时候 那当时何四有遇到挫折 然后当时成立一个委员会 非核家园委员会 那当时的目标是 2020非核家园 那我当时很荣幸 刚拿到博士学位 被邀请成为委员会里面的 非理工背景的学者 所以我参与了一段时间 我印象非常深刻 目标是2020 那可是呢 就是我们蔡总统在之前喊的是 2025非核家园 那我想那个主委您在这个领域是专业 又是一个国科会多届的优良杰出学者 据说在学术专业上 然后从林全行政院长 让您当这个主委之后 到现在刚刚我们那个张廖委 已经说你是唯一 得到这么多行政院长信任的 绝对在这个题目上 有你的专业的见解 所以从你的学术角度 为什么会延迟了五年 这个目标 这么重要的国家目标 我想坦白讲 我答案基本上是蛮简单的 可以一分钟告诉我 基本上2025非核家园 有一个好处 原因就是核三厂二号机 在那个之前 直到就到期 其他通通都到期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是很自然而然的 就不会有核能电厂 这是一个基本 它是比较讲白的 为什么在陈水扁总统的时候 陈水扁总统的话 基本上它就会遇到 坦白讲 我讲白点 因为其他的电厂 都还在运转中 换句话说 它的生命周期 至少它的 坦白讲 现在核能电厂的生命周期 当然是可以extension 可以再延的 但是一般的normal的life normal的life cycle 来讲的话 那通常就40年 那你40年来看的话 坦白讲 如果是2020的话 基本上核三厂 核三厂两部机组 大概都还在 在in operation 都还在运转 那这个时候呢 那换句话说 它如果要 真的要达到 配套措施 基本上可能就要做得 非常的圆满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2020年 像您这样的专家 没有告诉陈总统 说2020是不可能的 很抱歉 那个时候我不在 不知道 不是你的责任 那我想就是说 我们就从您的责任开始 就是您过去四年来 就要进入第五年 就是在2018年10月15号 那个时候的公投前 你说过 能源都是独立的 国际上从未听过 乙和养绿的说法 这是有新闻报道 公投后 11月27号 您在荆州刊的访问中 说非核家园没有转弯 只是期限放宽 我现在就听不懂 期限放宽 因为我们刚刚 还有立委问您的 包括我刚刚提到 都还是2025 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懂 我们原文会的 这个核能政策的目标 到底是2025年 还是期限放宽 可是从我看到的资料中 都是我先讲完 核四不重启 核一正在除以 核二2023年 核三你刚刚都有讲到 2025年除以 而且屏东县政府坚决说 那个时候一定要除以 所以依照你们既定的目标 不就是期限不会放宽 我们2025年台湾还是一个 非核家园吗 那为什么你在2018年 那个时候说期限放宽 没有 你当初在讲那个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有谈到说 有言议的问题 你完全没解释 所以我 我是看镜州刊的报导 那时候我谈到那个问题的时候 主要是因为针对的那个公投案 那我非常谢谢你 今天你提出这个咨询 可以让我一并完整的 那你可以前途 好不好 可以 就是我想知道一个是说 您从你专业的良心 你是优良 这么杰出学者 然后民进党政府这么信任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哪一年 台湾会有非核家园 以目前 我以目前来看 以你们的努力 基本上 那就是2025 就是2025 是的 OK 我很斩钉截铁就讲 你斩钉截铁保证 如果你继续当主委 就是2025 因为你提到 河山厂的研议的问题 屏东县政府基本上也是不同意的 所以说 现在目前 还可以有研议机会的 那就是河山的二号机 好 二号机 但是屏东县政府已经说 坚决反对了 所以你 刚刚有保证 你用保证这两个字 说是2025年 好 那再来就是说 可是呢 从刚刚好多委员的质询 跟我们听到的 就原能会的做法 我其实是蛮忧心的 虽然你的反应 跟你过去的杰出表现 跟学术上 跟您 刚刚在情感上 很投入这个议题 我觉得你是 很努力的一个 就是政务官 可是我看到的资料 就包含就是 刚刚我们已经问到 监察院那个部分 那我查资料 就是说 其实原能会里面 有成立一个 核电厂厨艺安全管制 专案小组 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有 这样的小组的话 我想问的是说 为什么可以放任这个事情 台电跟新北市政府 继续争执 虽然你刚刚已经讲到 希望年底的时候 就会拿到那个 就是相关的证件 水土保 所以到底你们这个小组 有没有针对 高放射性燃料棒的存放 有没有标准作业流程 是有还是没有 您针对的 不是 如果是针对厨艺这一部分 针对厨艺棒 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流程 那我们刚才 我们在网路上 原能会网站上查得到吗 没有 这个厨艺的流程基本上就是 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 像合一 去年 去年7月12号 我们 这个核定的这个 所谓的 合一的厨艺 发的给这个 合一厨艺许可 然后生效是 去年7月16 谢谢主委 我只想问说 你刚刚一直讲说 你们的目标 公民沟通很重要 像我这个 人能背景比较薄弱的人 我可以在你们的网站上 很简单的看到 SOP 如果不能的话 那可不可以 一个月之内让我们看到 如果说您觉得 还不够清楚 我会把那个 我看看能不能 这是环保团体都说 他们没有看到 我希望我把我那个 网站 那请在网站上 我们一个月内 上面看到好吗 如果没有的话 是的 现在应该是都没有 我找不到 环保团体也找不到 不好意思 跟委员补充说一下 我们的厨艺在 目前在我们的网站上 是有个专区 针对厨艺的 有SOP吗 对 那显然做得不够好 因为我们这么关心的 环保团都找不到 你们刚刚说 公民对话 也是你们的目标之一 那只剩58秒 我还想再问 就是关于那个 辐射检验师刚也问到 那你刚有讲到 劳检这个部分 今年一百多次 我觉得不错 可是你当时还有两个承诺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就是以加强于劳动部 就是委托辐射照相业者 扮演监督角色 并且把仪器的辐射强度降低 多管齐下 针对这些 业者你们有做什么 你刚刚讲的是 无意境的那个检查 因为业者我们也有开始处理 我们比如定了一个 定了一些条约 很重要的检查 好 跟我们报告 就是第一个 你讲那个活度降低 已经做了 要求业者 活度要降一半 就不要太强 业者都有做到吗 都做到了 没有做到的话 他们会怎么样 那会罚的 那会太罚 可以不现在告诉我们 罚款它的最低到最高 是多少 60万到300万 那过去有罚过吗 没有罚过这个 为什么没有罚过 你刚刚不是说 有一半没有做到 不是 我刚刚讲是社员 您挺好 是社员 那个这是新的规定 这是新的规定 所以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会被惩罚 然后 什么时候开罚 如果他没有 因为他换的话 就要经过我们同意 所以你不可能超过那个值了 所以这个是 一定会在地域这个值以下 就是50就是50 他没办法拿到100的 他买不到 所以未来要换的时候 对 那还没换的呢 没有换差已经很低啊 所以就百分之百没有这个问题了 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不会 那第二个跟 就是说 其他的跟这些 比如说是委托的业子 比如中刚台电 委托这些照样业者 我们都跟他们去谈 你要帮忙做监督管理的事情 这就是要协同 而且我们跟 那个直安署 有联合做教育训练 对于这些业者 我们帮教育训练 怎么样去监督这些照样 的工作的进行 所以相关的承诺是这样 我们都已经做了 是 最后我还有一分九秒 我想运用这个时间 我刚刚听完我们 很优秀的主委的报告 心里有个想法 因为我自己是念社会学的 跟公民参与 我过去都做公民团体 可是事实上 你们的公民参与 做得非常不好 那三场活动 以我的标准来看 只是非常的少人 可以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所以原文会 可不可以就公民参与的部分 考虑在原文会下面 邀请公民团体一起来 成立一个公民参与委员会 不定期的给你们 据说关于民众 想要知道的位置 这可以做到吗 可以做到 好 太好了 好 谢谢 感谢主委 谢谢 你要来哦 你要来 我非常乐意参与 好 谢谢 好 谢谢范委员 好 接下来请万美宁委员 好 谢谢 请主席来请我们的主委 好 请主委 万美宁好 好 谢谢 我想主委 这是本席上任 第一次跟您遇到 也是第一次来听到您的答询 那其实我发现你是一个 有相当程度的专业 有相当程度的认真 那也有相当程度的热情 我想今天早上听到你的咨询 对很多的题目 其实你有很多自己的见解 但是我要讲的是 其实原文会 对于许多的人来说 即便是不在这个专业上的 专家学者来说 他可能都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一个委员会 那有很多地方 其实我想我们不管是在人力 在专业 在投入的心力上 其实我们都必须要更加的 这个努力认真一些 那我想本席第一次 来跟您的一个这个质询 有几个部分要来跟您请教 那当然第一个是 今天大家 我们也有很多委员 非常关心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没有听到 一个很具体的答案 那就是 虽然在我们这个核电厂 我们的人员并不是像 有很多的部会 有很多的地方 群聚的状况这么多 人员这么多 但是正因为这个核电厂的重要性 所以整个早上呢 我们在听到就是说 在这个防疫上面 那您说的是说 都已经有做到最好的安排了 但是我在想 什么事情中有一个万一 但是今天的万一上面 我并没有听到说 如果真的有人 这个确诊了 那你在这个人力的备用上面 你会怎么做安排 是好谢谢 我就请我们的核电管制 张处长 我希望能够更精准一点 来告诉我们 如果真的有人 这个确诊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们人力 虽然不是那么多 但每一个人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到时候人力的备用上 会怎么做 然后在整个防疫的后续 你会怎么来处理 我想这个电厂 这个人力部分 其实它是很多 我以这个控制室来说的话 因为它是最主要的 核心的人力 因为它迟照的运转人员 我们在法规上的人数 是有规定的 所以它现在目前 值班有分四班 三班在轮 每一班八小时 另外一班是空班 也就是机动班 如果有一班 它有人被影响了 那是不是整班 就会一定照 现在指挥中心的规定 就是隔壁 那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你说你有四班在轮 如果有一班有人确诊了 那你就做这一班的 这个去处理 但是一班跟一班的中间 其实他们会不会有交接 一班和一班的中间 是有交接 那这要再往前说是 目前他们事实上 连进场的之前 他们全部的人都要量体温 刚才我们卓尉有说 他们还增设了 这个红外线的体温感测液 所以他们每天要量 事实上 他们只要在37度以上的话 就会被请回家 好 如果没有获得医生的确诊 我想我一定要不会打断掉 就是说 因为这个议题早上已经讨论了很久 但是其实本席比较担忧的是说 其实你虽然分了四班 看起来人力是有在做一个调配 那但是因为其实在一班跟一班当中 其实你还是有接触到的 再来我们其实也非常清楚 在我们防疫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武汉肺炎的潜伏期当中 有很多发烧未必是唯一 唯一我们可以拿来做依据判断的 所以因此呢 本席希望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单位 那人力是有这么高门槛的 专业的情况之下 你不是很快可以找到 替代的专业的人才的 所以因此 我希望在今天的一个重点 就是备用人力上面 那你能够把这一点去考量进去 好不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整个早上我想 没有听到在这个部分 那我希望这个主委 能够在这个地方加强一下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想这也是 在我们的合一厂的这个部分 厨艺的部分 我们知道合一厂在1978年12月 我们就开始启用嘛 那满40年之后 现在进入了这个厨艺期 但是我知道它处理的过程 不是很顺利 那我想这个合一厂要能够 这个成功的厨艺 你必须要把这个高放射性的燃料棒来退出 那我们也有许多人非常的关心说 在过去我记得 在监察院在2月25号的调查报告当中 我们有提到这个云能会 曾经在96年的时候 我们有举行过一个相关的听证会 那当时有很多的专家学者 其实他是有提出来说要规划这个室内储存的 那不过 这个因为台湾的天气不适合户外的储存 这是当时很多专家学者提出来的 那原来会当时没有去采纳这个意见 本席了解的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在户外储存 但是户外储存的这个设施 你要到2013年完工 可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法启用 那没有办法启用的原因 那我们听了很多的说法 那我想今天在这里来亲自的请教一下 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您个人真正认为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这里面有前后的原因 这个是因为事实上您刚才所谈的 包括96年 基本上我当然不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我接的这个位置 我当然全部都是概发承受了 所以说你刚才所讲 我基本上我就按照我的认知 我来回答 那我要回答的 基本上是这样 我的感受是原则上当初 他们为什么选择 因为坦白讲 以科技 以现在目前科技在来看 全世界目前大概有133座 所谓的这个单式储存 这单式储存里面呢 大概有90几座是室外 30几座是室内 换句话是3比1左右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他们采用的那个 那当然这个跟他的经费有关 这个会比较省钱 那基本上他们也认为 安全到达的要求 后来呢 所以说呢 这个是可能是当初的一个原因 可是呢 因为民间团体呢 或是环保团体 基本上他们不放心 那后来我接了以后呢 我在第一时间就讲说 我当然是 如果是两害 如果相权的话 你要叫我取奶油 当取青的那个 那取青的那个 我认为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室内是比室外道来好 所以说呢 为什么 在台湾环境 为什么你这样认为 很多 很多 很多参数 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因为是我们能够可以控制的 因为主委事实上 有很多专家学者 可能跟你持相反的意见 是的 但是你现在是用 但是您现在是用 专业的角度来看 我现在是把这个过程中 因为你问我说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状况 那就是因为 当时大家 再加上合一场 刚好在室外呢 那个地点呢 又刚好在甘华溪旁边 这刚好它长方有三坡地 这个基本上 如果你去看的话 坦白讲 社会大众一去看 它都会觉得很危险 OK 你再怎么说 不见得能够confident 可以说服他们 这个很难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我刚刚讲 两害相权 我去期间 我把它放到里面去 那事实上呢 现在这件事情 至少 这个社会大众呢 基本上 大概都可以接受 只不过呢 因为它 要新建的话呢 它还要需要实陈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 他们又 环保团体又很担心 如果答应你 现在是室外的话 暂时储存 将来你不放进去的 或者你将来又改变意见 所以说呢 我们当时就 我接了以后呢 我就说 我一次发这个执照 室外干除呢 原先是 执照是发一次40年 我现在改成20年 那这样的话 就让他们 让社会大众能够 所以说现在目前 社会大众呢 大概基本上接受 而且行政院也核定了 可是呢 现在问题卡在哪里 就是随途 随途保持的这个 完工证明 那随途保持完工证明呢 这个台湾建立公司 基本上它有做变更设计 那这个变更设计 基本上呢 可能新北 他不认为OK 他不认为 不认为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来来回回就做了那么多年 所以在会产生这个情形 那现在呢 经过了不断的协商 跟沟通了以后 大概在去年年底 那今年我认为了 到目前为止呢 至少我们的发展 是往朝正向的发展 所以说这整个一个过程 大家就搞这么多 我想您刚才有特别提到说 但西北市政府 它有疑虑嘛 对不对 这疑虑就是一个 就是通常这个疑虑 我想如果说 其实以西北市政府 有疑虑 它一定也有 它自己的专业考量 那不管是 它现在这个随途保持证明完工 证明还没有办法发给你 或者是其实 它心里觉得说 不知道这个蓝料棒 最后这个最终的存放点在哪里 如果一旦它同意了 你会不会永久就放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这些疑虑 其实都是主要你这边 要去化解的 那但是我们回头看一个问题 这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在108年8月 去核定了 这样的一个这个新建计划 但是呢 目前我们要到 117年完工启用 可是这段时间 我们的这个燃料棒没有取出 所以呢 每一年 每一年 大概会增加将近7亿 我们运转维护的费用 那除了我们每一年 要增加这7亿的 这个运转维护的费用之外 那更重要的是 我想 除以的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一直延宕着嘛 没有去完成 而且我们可能 还有一些安全风险 一些问题都存在 那我想 这一些问题 其实都是非常急迫 要去处理的 不管是 我们有很多的人力精神浪费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风险评估的考量安全 以及我们的经费的浪费 公帑的浪费 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主委 应该要更积极去处理完的嘛 基本上您刚刚讲说 因为他这个 用过的燃料棒 没有办法拿出来 拿出来 基本上当然会有风险 所以说我们现在 目前的管制呢 还是按照这个运转的 相关的标准 同时我们还有 特别相关的精进的办法 这点我们都有做 当然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做到 刚刚您所所谈 做到很好 最好 但是呢 我们坦白讲 事实上很难做到最好 只有更好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 我们您刚刚所讲的 主委我同意 我同意只有更好 那但是这个更好 真的就是要积极 它才会更好嘛 所以这些问题 其实延绕了 其实蛮多年 时辰上延绕很久了 所以我想 针对 针对这个期限 希望主委能够 更加积极去把它完成 好不好 是是是是好 谢谢 好谢谢万委员 好 接下来请李德伟委员 好 请主委 李德伟委员好 主委好 我想今天是首次的见面 sorry 真的 我说我从早上 九点钟聆听 主委寻答到现在 我真的觉得主委非常非常专业 但我要今天请教的问题 跟前面几位委员 有点不太一样 我说 其实我自己看到您提到您说 希望元能会 是一个全民的元能会 而不是 大家所说台电底下的一个元能会 我想请教您 您就任了这几年 您觉得在这个部分 做得怎么样 坦白讲这个分数 基本上应该是要让 社会大众来打 但是我基本上就是说 我至少我有感觉就是 我跟过去的主委是不一样 我基本上是这样 希望说大家 社会大众对元能会 因为元能会 它是一个应该拥有专业 而且是独立的一个机关 那它是做管制的 而且这个刚才已经讲过 这个合安跟 可以上海 跟国安是相关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 要让社会大众能够信任 我们说的话 是一言九鼎的 能够让社会大众信服的 那坦白讲 那你要跟社会大众 让社会大众能够相信 那唯一的相信你 就是你把它看成什么 看成是跟同胞一样 换句话说 他的这个 他的身体的冷热 基本上跟你是息息相关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如果跟社会大众 如果能够切身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的话 那我相信 在一些政务的推动 包含我刚刚讲的 厨艺跟核费 基本上就是 比较容易完成 现在唯一最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 基本上大家对于这个 合安跟福安的问题 在台湾电力公司也好 或是原生会这种管制 还没有办法做到 他们完全满意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想因为刚刚前面 我们议华委员 已经也提出来了 关于刚刚就是核能厂 我们主要那个控制室里面 的一些规范 那当然我想这个 的确我也特别 要拜托原人会各位同仁 把台电送上来的东西 要能够好好的来看清楚 再把它拿出来 否则我真的很诚实的讲 光是一个口罩的问题 大家就可以把你骂到爆掉 所以在这部分里面 我真的要拜托 所有原子能委员会的好朋友 那当然我在这边 我要提出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刚刚提到 因为大家都知道 费核是现在执政党的一个政策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想我们今天报告也写了 核电厂不研溢 核四不重启 那当然在我的眼中不好意思 我认为假如 台湾没有核能的话 那原能会存在的意义 就降低非常多 讲着不客气啦 不要说三级单位 五级单位都嫌多 因为您从今天的这四个面向 您报告里面 严密的福安跟核安管制 第二个是精进放射线废弃物的管理 其实基本上大概都是跟台电核能有关 假如没有了核能核电厂 基本上这两项工作就已经等于没有 接下来是什么 推动科技研发跟创新发展 不会员 五级单位就够 五级单位就够 那最后一个是 强化民众参与跟社会沟通的机制 我跟各位报告 跟主委报告 我真的觉得 不够 这个做得很糟 你现在出去 问民众对于原能会 有没有信心 我跟你保证 民调绝对是各部会最低的 我也很希望 大家支持原能会 可以像支持现在卫福部一样 但是我诚心的讲 依照您的报告里面 所做的一些东西 真的不可能 不可能 那我的看法是什么 你要在说服民众之前 跟大家报告 各位最重要的工作 要先说服政党的信任 媒体的信任 所以我给主委的建议 第一个 好好的先来跟行政院里面 执政党的委员们 好好的来沟通 因为我不好意思 我从九点钟做到现在 我认为最不信任 原能会的不是我 是我们执政党的委员 不是我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你先说服了执政党的立委 再来说服在野党的立委 接下来 大家为你讲话 你在这个社会上就可以大声 就像现在卫福部一样 讲的不好意思 有些做的不好的 也没人敢批评 所以我的看法 我跟主委真的报告 您刚刚做一些活动 或者什么 这个我都觉得非常好 但是现在是个媒体的时代 你如何让台湾的民众 对于原子能委员会有信心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真的跟主委报告 我跟各位 我们原子能委员会的 各位好朋友 各位专家 各位官员 我真的认为 这个部分 如何让大家真的 信任你们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今天讲说 最后一点就是 强化民众参与 跟社会共通的机制 这个我想主委在 不好意思 我是看媒体的报道 您有提到 原人会是委员制 应该加入社会意见领袖 等于说把社会的声音 反映到原子能委员会 不好意思 因为我第一次来 咨询原人会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您做的怎么样 可以说明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 我接了以后 基本上 基本上是这样子 原人会的委员的组成 是除了这个 我们除了这个主委以外 那不会有机关 机关的代表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 那过去呢 大概很少有一些民间 讲白点 就是民间社运人士了 那我接了以后呢 基本上呢 我就有找了一些 还团的一些相关的人士 那 大概 那您觉得成效怎么样 目前为止 我 他们发挥了什么功能 或者 我认为 你 坦白讲 成效 从这个 零分到一百分 这个我们如果打的话 那我在讲的话呢 基本上当然 你说成效很好 这个我不敢 不管 绝对不会 但是有他的成效 有他的成效 应该要这样做 所以刚才有委员跟我提出来 是否要成立一个 跟公民团体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什么委员会 那基本上我 基本上我是 我很乐意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 这个是我愿意做的 就如同您刚才所指教的 那针对的 譬如说像媒体啊 各方面 那这个我们想我们会再继续加强 跟继续做 好谢谢主委 当然 我这边给主委一个建议啊 当然也是 我说因为 刚才另外一位前面委员也提到 就是原始人委员会 这个位阶的问题 他建议您 先去找苏院长好好谈 然后呢 我给主委的建议是什么 报告主委 你就跟苏院长说 我原能会 做到 台湾的核电厂 除以结束 我就解散 在那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所有的咨询 都是对核电厂的疑问 那我原子能委员会 应该说您的原子能委员会 是要在这件事情上 把它好好处理完成啊 才对得起百姓嘛 才对得起中华民国 对得起台湾嘛 所以您应该去跟苏院长争取的是什么 我原子能委员会 我做到 核一核二核三 除以结束的那一天 你应该这样子去争取 否则刚刚大家都列出来了 你明年被降阶了以后 不好意思 大家都比你大 你要做什么 谁会理你啊 不是吗 所以我真的很实际的跟主委建议 我是在野党的立委 但是我也希望 把好好的 我们大家把 核能电厂的这个问题 把它处理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真的建议 主委跟我们所有原子能委员会的同仁 大家在这个问题上 能够真正专心注意的 去把它做好 赢得民众的信任 而在这个部分里面 让行政院的长官也好 让我们的民众也好 知道原子能委员会 他在这个阶段所做出来的贡献跟功能 在这个部分里面 真正的发挥了原子能委员会的功效 那我相信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里面 才能够是一个最好的ending 否则讲句实在话 意义不大 为什么 因为这样讲不好意思 你这边上面也写了 核电厂不研溢 核四不重启 意思是什么 台湾的核能即将结束 核能发电即将结束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想得为给主委一点建议 给所有原子能委员会的同仁 一点建议 谢谢 谢谢 好谢谢李委员 好接下来请 洪梦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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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请 郑正前委员 主席请一下我们谢主委 谢谢 请谢主委 中文好 主委好 其实我今天也从九点中就一直在看您的寻答 你有特别提到一个就是 我们的原能会 你定位是一个全民的原能会嘛 对不对 那我们全民的原能会当中 其实我在想办了很多的活动 应该就是要让民众更相信 核能的安全性跟价值 对不对 是 是 OK好 那刚刚也提到了 因为我在想说 刚刚其实好多 我们其实都关心的 其实是 就是非核家园 所以刚刚您提到说 核一的厨艺确定了 对不对 核二演义不可能 对不对 那核三演义 你觉得也没有机会 核三一号机 一号机 只现在二号机也机会演艺 对不对 核三二号机在今年七月以前要提出 如果他要演艺要提出 提出 提出 那你说因为现在屏东县政府 其实也极力反对嘛 所以 基本上你觉得核一核二核三 基本上大概在 2025年大概就会全部都 除异 就是 当时非核家园的一个 永远的听力的运转 的一个那个来源嘛 OK好 好 那个 本一想先请教一下 就是说 因为 中华民国首作的 那个原子炉反应期 在清华大学 那我从新竹来的 离清华大学很近 那所以说 清华大学 它从民国五十年 就开始运转 那小时候我们都觉得 清华大学有这个 就是研究性的原子炉 我们小时候都觉得 这件很特别 也很了不起 也很骄傲的事情 那么时间在变 民国九十年 其实它已经开始 换照了 那么一百年又换照 第二次 那么一百一十年的 换照的时候 就是运转会这边 会给它继续通过吗 应该是会的 应该是会的 好 那 这个通过 如果再通过 就是等于再延三十年了 对不对 按照您的专业看法的时候 我们清华大学的这一座 原子炉的反应器 可以让它延多久 是这样的 美国NRC 我所了解的 最近一些 commercial Nuclear Power Plant 就是 民用的这个电厂 基本上呢 已经开始有extended 到八十年 就是说 它从开始 Stand开始 running 一直到 到了Quarticle 开始 总共八十年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 当然最重要还不在这 最重要还是要看 它的相关的这些 它的设施 里面 它的元件 它的元件 各方面 因为它会有老化 它会损坏 各方面 它是不是能够 还是要从安全考量来看 所以说 我在这边不做预测 了解 可是就是您这边 至少觉得在 民国一百一十年的 就是换照 应该是会给它继续换照 对不对 最重要是这样 因为它的原子 它这个研究用的 或教学用的原子炉 基本上它有个特色 它在这个 中子捕获这一块呢 它大概现在目前 所做的相关研究 大概是全世界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 就是说因为现在 清华大学他们在 就是彭忠祠捕获治疗 这个部分 其实在国际上 其实得到很好的一个好评 所以事实上 本期事实上对于 就清华大学 他们的 换照的部分 其实是希望支持的 虽然说现在 合一合二合三 所有的全部研议都 没有机会 可是我知道 它是研究性质的 不太一样 那么 我在这边稍微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所谈的 非核家人 我们当然重点是放在 民用电厂 所以研究用反应炉 基本上 基本上 它有它的 因为它要用 董珠你放心 我不会这里设陷阱 让你跳进来 因为基本上 我也希望清华大学 因为他们研究用的 就是原子反应炉的时候 那现在转到医疗上面去使用 而且得到很好的成效 那我们希望去支持它 可是我们现在也担心的 一个问题是说 比方说我们再给它延十年 再给它换照十年 那我们很担心 如果说它在 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 一直有好的表现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确保 它的安全稳定 可以持续下去 那我的看法很简单 如果说它在这一部分 合一这边做得很好 而且在从人才培育 这部分也有 也有贡献的话 我站在一个 圆轮会的立场 是发扬这个 原整的和平用途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我个人是认为 它可以 在新建另外一座 新的研究用反应弩 OK好 OK 清清楚 那是低功率的 低功率的 OK 那是所以就用 真的 那现在其实会出现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因为整个清华大学 它原本在培养 和能相关的领域的人才 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减少了 那么所以事实上 在整个非和家园 这计划提出来之后 整个台湾的和能的人才 其实 基本上已经不是 一个被主力去培养的 一个领域 所以您刚才讲这个部分 其实坦白说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 有一些矛盾的 可是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这不是我今天 想要真正问的问题 这边的时候 只要能够确定 就是清华大学 这个原整的反应器 其实能够 就是换照 110能够确定 我今天的目的 基本上可以达到 那我接下来想要讲一个点 就说 我们原人会一直希望 变成一个全民的原人会 去做更多民生用的使用 所以本席有发现 就是我们在 109年的预算书当中的时候 有特别提到了一个部分 是之前都没有的 就是附件医疗领域 这个部分 本席想要了解说 附件医疗领域 和原子能这边的时候 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我们希望怎么样子 这样用原子能这边的一个 功能跟价值 在附件医疗这个领域 能够有好的表现 详细的我想 大家请那个 何言所陈所长回复 我先很简单的说明一下 坦白讲在 原人会在 坦白讲 何言所最近目前发展的 一套的相关的一个设备 一个原件 一个device 基本上我们叫做 从Advanced Optical 这个Preciate Sensor 那这个东西就是先进的 光学的压力感测器 这个压力感测器它有一个好处 它基本上它可以量色我们肌力 Muscle的这个Force 那这边对我们的复健 因为你的 我们的骨骼 我们的肌肉基本上有时候 如果说受到损伤 基本上呢 要做复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Sensor 知道它受力的状况 这个部分你到时候 我的意思要强调就是说 你之后你再给我书面资料 好不好 因为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比较丰富的部分 你到时候你书面给我一些资料 那么我接下来我想问的一个部分是说 因为现在政府的能源政策的方向 是跟现在的核电厂大概都 如其去除异 我想这部分大概是确定的 应该已经很正式的回答 那放射性废弃道处理的时候 我觉得这问题 其实你也做了很多的回应 所以你刚才特别提到说 希望英豪是你当时的主张 那我想问一个部分 我们在做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 这边的时候 安全是否无余 放射性废弃物处理的时候 就所谓的低放跟高放 那您现在所谈的 不管是低放也好 高放也好 基本上都是我们的管制 都是在我们的管制范头里面 所以当然我们是要求他一定要安全无余的 OK 如果要一定要安全无余的时候 我在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现在整个我们停用核能之后 那 全民的元能会这件事情的时候 您怎么看 我们政府全面停用核能 因为当你提到说 全民的元能会的时候 我就会不得不想到 2018年的一个乙和养率公投 其实有589万的民众是支持的 所以如果是一个全民的元能会的时候 您怎么看 2018年乙和养率公投的结果 好 我先谈谈 因为那个是全民的公投 我们尊重全民的意愿 所以基本上没有 就元能会的立场 我不方便表达一件 事实上 当时这个公投 公投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在立法院被询的时候 被咨询的时候 基本上很多委员问到我这件事情 OK 首先我要特别澄清一件事情 这个公投 基本上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跟核能是有关 但事实上跟核能管制有关 事实上它跟核能管制 没有关系的 我们核能管制就是说 如果有核能发电 我希望核能发电是要安全 我的管制是这一部分 我要让全民知道 我是怎么样去管制的 这是我全民元能会的一个 所以说事实上 您本身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 你觉得核能是安全的吗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理解你吗 看你 是的 从某个角度看 OK 核能基本上 基本上 是全世界所有东西 包含 好主委 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 因为你谈到这个科技的问题 我们坐飞机也是安全 是我懂 同样的 主委 时间很有限 其实你们有发现 我今天一直希望能够让你强化 你元能会的价值吗 所以我是一直在想要让你 调化你元能会的价值 是的 所以我认为说 我认为说 你应该强力的去 就你的专业 如果说你觉得核能是安全的 而且你有把握 去处理核废料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用你的专业 去说服现在的执政者 对不对 从你的角度 那这个部分也才能够 让你不要在2022年变成三级单位吗 是谢谢 我听懂 是谢谢 谢谢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 你能够秉持你的专业 用你的专业去说服执政 现在的民众 既然你又强调是全民 又有公投在帮你做背书 然后你又觉得是安全 你又觉得是有把握的 你就应该用这个部分 去做出你的专业的主张 是 让你们元能会不会变成三级单位 或者五级单位嘛 好不好 是 加油 好谢谢 好谢谢 郑委员 接下来请李贵民委员 李贵民委员 李贵民委员 请廖国栋委员 廖国栋委员 廖国栋委员 请孔文吉委员 孔文吉委员 孔文吉委员 请蔡逸宇委员 蔡逸宇委员 蔡逸宇委员 请陈娇华委员 请问我有六分钟 六分钟没有问题 没有 主席 我们请元能会 请谢主委 主委你好 主委你好 大家好 主委我是念 清大辐射生物研究所 毕业的 所以我也修了 放射化学啊 保健物理啊 辐射生物 那辐射生物学的时候就是 辐射是没有安全剂量 就是对生物的影响 就是没有安全剂量 所以刚刚提到核能安不安全 我是觉得主委 建议主委可以说 因为辐射物质是 存在一级致癌物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防护 才能保障安全 好 那我在清道念书的时候 我是 我是去碰过核废料 为什么会碰过核废料 因为在系馆的附近 那个小型反应炉有一个房间 那我进去以后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核废料 然后我就非常紧张 所以那个鞋子我就一直洗一直洗 好 那因为很久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大概也 也没有什么大事 不过我要建议 圆能会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为后来也发现辐射生物所的这个建筑 是有辐射废弃物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我是住在清大的宿舍 那我们有发现比例颇高的清大这个区域的毕业生 他们的这个离癌率啊 或者是生病的比例是有颇高 所以这个部分建议圆能会 要做流行病学调查 好 就是针对清大的毕业生 不同的系所 不同的这个 年度的 就要做长期的追踪 因为目前我们 在重视核废料的管理 就是在公投这边 其实很多人对核废料是不清楚的 那我们也看到有些政党 会认为说 这个部分是没有疑虑 甚至在选举前 在公投宣传的时候 都敢说他 他敢把高放射性核废料拿回家 好 那因为那是选举的 的时候 所以很难去讲清楚 因为政府 虽然有做一些 就是说教育的宣导 但是 其实很难深入 所以 本席是建议 这个事情是要 平时就要做 那现在 我要请问就是 包括兰语 包括核一 核二 核三 现在有多少低阶核废料 有多少高阶核废料 然后他们是怎么处理 不好意思 我先讲完再一起回答 因为我的时间很少 下一张 所以目前也看到 兰语 以及又那个 辐射 核废料桶又锈石了啦 那我是担心说 一场二场 里面的很多 中高阶的核废料 尤其是低阶的 是不是怎么处理 那那个数量有没有在做 这个管控 这个部分也要请原能会 等一下再说明一下 好 那那个2012年之后 我们就没有看到 原能会对台电有任何的财阀记录 所以我们会担心说 是不是原能会的监督力道 比较弱了 所以这个部分也请 要注意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关这个核安的注意事项 有部分是列为机密没有公开 那在这里就是本席就是要求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不能公开 那至少有一些资料 它的这个抬头的项目 有些应该是可以公开的 那因为国安就是 核安就是国安啦 那核废料的处理也是一种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也担心说 有些低阶核废料就去焚烧 然后焚化出来的这个气体 含有高放射性的核种 所以对附近的居民也会造成伤害 所以这个也是要做流行病学的调查 好 下一张 那目前就是高阶 我们看到有通过环平 但是高阶的核废料的虽然是通过了 但是这个室外储存 或者是说它的安全性 它的保障的粘性都会存在问题 那我们请主委回答 我想从最后的这一块 现在目前核一层开始筹议 高阶核废料场子的规划进度如何 基本上我们分成五个阶段 那从2008到20... 先回答我低阶现在大概有多少 然后高阶数量 我这边有相关的数字 那我想... 好 那他们的处理都有一些记录吗 好 那不然等一下 这个部分等一下再给我 对对对 那刚刚提到的要做流行病学调查 包括清大还有核能... 三座核能电厂附近的居民 是的 要做长期的流行病学调查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可以齁 好 那现在本期担心的就是 焚化的这个废弃物会经过那个烟囱 然后排放到影响临近的居民 那有这些检测的数据吗 有的 有的 好 那就是数量多少 然后检测的数据多少 那这个因为我自己是念辐射生物 所以我未来也会非常重视 是的 那也请原人会 也让大家能够更... 那刚刚说的那些资料没有公开 那些部分 那因为那是属于保安的部分 所以说... 那保安部分是不是可以请相关的人员来跟我说明 为什么那个不能公开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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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委员 接下来请何欣存委员 何欣存委员 何欣存委员 请廖宛如委员 主席 主席 我请一下主委 好 请谢主委 主委 你好 辛苦了 一个早上 刚刚陈委员所提的 延续一下 目前核三厂的第一阶核废料到底存有多少 刚才已经讲 总共核起来是大概11万桶左右 11万桶 各自多少 总共 各自我如果没有记错 像核一的话 基本上大概现在目前是将近... 如果不包含... 不包含除疫 核一大概是10万桶左右 你数字再给我吗 对对对对 我要了解的是 基本上那个是... 我要请教一下是 蓝宇过去放的是什么 一个是四万五千桶 是核一 核二是五万七千 然后核三厂是九千两百四十桶 九千多 好 过去蓝宇放的是... 过去蓝宇... 现在蓝宇... 现在大概十... 十万桶左右 十四万桶 十万桶左右 十万桶 过去放的就是低阶核废列嘛 是的 对 那现在是重新把它在... 要重新减诊重装 就是原先那个储存桶啊 储存桶可能会有一些秀式 为什么要重装 因为为了储存桶的安全 因为时间久了嘛 那基本上当然要... 太久换新嘛 外漏腐蚀吗 那个是讲好久好久了嘛 没有没有 现在主要是这样 上一次做... 上一次做的时候 100年大概做的时候呢 大概只有... 减诊重装了 大概有... 一万多桶 那现在呢 目前呢 正正要做剩下的三万多桶 三万五桶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台电的做法 我们不是很了解啦 那蓝宇 因为那个从以前放到现在 后来重新 去年是补助多少钱 给他们回馈 你说去年 去年108年应该有一个回馈吧 去年是去年 每一年每一年台电 每一年都有嘛 那去年拿了多少钱 可是我所了解的 现在目前 最近有一个 那个新闻都有 7亿码 对不对 最近有一个补偿要点 我想你们大概知道 补偿要点 补偿要点 基本上 我要了解的是 蓝宇放的是什么东西 低级核费料 对不对 低级核费料 那核一核二核三 四万五千桶 五万几千桶 或九千多桶 是不是也是低级核费料 是的 我们刚才我们现在讲的 都是讲低放 我了解 低放现在都叫低放 对对 如果说现在讲核费料 那我是希望动车先到底会不会影响吗 蓝宇真的有声音会影响 那现在因为蓝宇不能放 所以才放到核一厂 放到核二厂 放到核三厂 那这样要不要有回馈 基本上我所知道的核三厂 周遭都有一些相关的回馈 都是低级核费料 你确定吗 是的 我们要的是这个答案 好 我第二个这样问你是 你刚刚有提到 几位委员问到 你觉得核三厂 不会延译 你确定 我所知道的核三厂 如果以法 你现在以法律规定来看的话 目前可以做研议工作的 那只有核三的二号机 因为它在五年前要提出 在直到到期之前五年前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只有核三 二号机可以 那换句话 核三二号机在今年七月以前要 但是我所知道的 如果七月以前要提 提研议的话要提 不提的话就不能研议 是的 按照先行的法规 109年七月以前 提研议才可以 那你看可能研议吗 我认为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如果你当主委的话 不会让他研议 因为你已经说2025年 因为台湾电力公司 已经针对着 核三的一二号两个机组 它都提出了 环境影响评估的说明书 像环保室 所以我认为它已经不会做 那所谓的环境影响 不会做研议工作 那你提那个环境影响评估 是不会研议的 环境影响评估 还是会研议的 因为他已经提出了 厨艺的环境影响评估 厨艺的环境影响评估 所以到时候 核一核二核三 到民国几年 到民国104年 104年 就是2025了 就是2025了 2025的话就没有 核一核二核三差 没有就是核一核二核三 他们的运转 结束 对对对对 你确定 是的 2025的话就是没有核能发电厂 台湾 确定 就是没有 我希望 没有在运转中的核电厂 没有在运转中的核电厂 那就是没有核电厂啊 会有 因为他在厨艺啊 对啊 厨艺还可以运转就是了 不是 对啊 2025年就是厨艺 所有包括核三厂都是厨艺 是是是是 不能再演绎 我希望你到时候还是当主委的话最好了 不要新的主委一来又重新演绎的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 你这边有提到说台电公司在107年108年共有4批872核的核子燃料外运作业 这个是高阶核废料 当然是 不不 他不是 他是他是他是 他是核燃料 他是核燃料 他是核燃料嘛 一般 应该是核燃料会比较清楚 那高阶核 核废料到底是什么 高阶核废料就是在运转中的 排出来的东西 运转的核能电厂厨艺的时候 运转中的电厂 比较 他的燃料 燃料用完了 他基本上他要移出来 就是用过的燃料棒他要把它移出来 那这个呢 我们英文就叫做span fuel 就是用过的燃料 这个呢 这个872核的核子燃料 这个是新燃料 新燃料 是的 他根本没有用过 他还要 他还要引力写 基本上 这里面 那他要运往国外燃料厂是什么意思的 主要是这样 我要了解的是 像刚刚你讲的高阶核废料 其实可以运到外国去处理 对不对 一般来讲 我们是需要外国 因为他从什么地方来 就应该回到什么地方去 对 那目前台湾有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高阶核废料 现在目前我们 我们也不允许 也不太 坦白讲 我们也不太允许 因为他基本上 还是有安全性的顾虑 是我们不太允许 还是外国不太允许 外国也不允许 当然也不允许 外国根本 环保团队不让我们运出 对不对 这你们牵责了很多 很多国际的环保关系 环保问题 那所以你刚刚讲的 高阶核废料不能运出 那这个我这样了解的是说 872树这些外运作业是做什么 没有这个外运作业 这个是没有用过的 因为它封存了嘛 它现在核市场不是现在封存了吗 那所以说它的燃料 他们要资产维护极大化 他们现在执行 这个就是核市场的 没有用过的 核燃料 再卖回去 卖回给原厂 那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有没有办法突破 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对 核能电厂忧心的地方 除了核安的问题之外 就是核废料的处理 你看从过去 我们说轻乎南语人 然后放在 低阶核废料 放在南语 现在呢 人家不让你放 对不对 放到核一厂 挖个地下室放 放在核二厂 放到核三厂 我们担心的是 既然当初又放到 那个南语去 现在没有地方放 放在核一核二核三厂 这些到底会不会影响 有没有核安的问题 我坦白讲 你放在哪里 都有核安顾虑吗 只是哪个地方是核放 那现在核一核一核二核三的 限制是核放 没有没有 我只能 那放到台北市来好了 但是你核废料需不需要处理 是需要处理的吧 需要处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当然要想办法 高级还能处理 低阶大概不能处理的吧 没有 高级没有处 封存而已 我的意思 我要特别讲一下 低阶 低阶基本上呢 我认为我们国内 是应该要能够尽量 想办法能够把它处理掉 在我们的技术可以处理吗 我们自己是所谓的 所谓的 已经开发中的国家 如果是已经开发中的国家 像我们邻近的几个国家 用的核电比我们多 譬如说像日本 用韩国 那基本上他们都有他们的 低放 如果低阶核废料能处理 那我们乐观其成 高级核废料 我们也希望 不然的话 放在这里我们也更危险 一个海岛国家 谢谢你 谢谢廖委员 接下来请刘兆豪委员 刘兆豪委员 刘兆豪委员 请中嘉宾委员 中嘉宾委员 中嘉宾委员 好 各个委员会报告 核废料储存厂后 自1988年当地居民就开始展开驱逐二林运动 最后迫使台电公司承诺 蓝宇储存厂内核废料将于2002年底前签出 但因为还没有找到适合储存场地 蓝宇核废料的签出仍然延宕至今 行政院原能会是我国原子能安全主管机关 同时富有放射性物 废弃物管理权责 对台电公司于2016年12月所提出之 蓝宇储存签厂规划报告 在2017年2月经审定后 做出蓝宇核废料送至集中式储存设施方案 因于2020年3月完成选址 与土地取得 以及2025年3月完成签厂的结论 原要求行政院原能会于一个月内 就一台电公司蓝宇储存厂签厂规划报告 审定后之处理情形 二原能会于其间所采取之具体监督管理措施 三原能会如何促使台电公司签厂规划 能够如其达标之积极有效作为 向本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 提案人 武力华 范银 黄国书宣读完毕 好 跟人会有没有意见 能不能给人书面报告 可以吧 书面报告 因为大家 这个是众所瞩目啊 大家很关心 时间已经到了 那看起来很难解 所以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专案报告 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够说明报告 因为我今天在这边跟你解释的 能够所做的大概基本上都有去再做 那专案报告事实上就是把今天这个我还是一样的高 换句话说我会把更进一步的把目前的进展的状况 跟委员把这个书面报告里面写得更详细一点 让个委员能够了解 所以我希望是能够给书面报告 对 还是在报告 对 可以吗 书面报告 因为大家都想知道 不是 这个我还是 因为因为我 我们是管制机关 我是管制机关 我们在读住他 那我按照我现在的方式的话 他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我当我唯一的依法行政的话 我就是罚他嘛 但是呢 我现在目前在推他的时候 所以说 换句话说 我来专案报告跟我书面报告 基本上 我所做的一致 事实上是一样 但是我对立委的感觉会是一样 会针对那个部分特别主体吗 因为我们是代替主委的关系 你说书面报告也OK 但是如果我们的赵伟排 你还是要来报告啊 当然啦 我看高经纬赵伟就很可能会排啊 你也是要来报告啊 如果我们有专案报告的话 也可能在排这个当作一个专题咨询啊 你还是要来啦 我说针对这个的话 我特别还是一个原因 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局势大概都很清楚 就是现在目前 换句话说呢 我的意思来讲究就是说 如果用专案报告跟 事实上 我现在来看事实上 当然如果排专案报告台电也要来嘛 事实上 台电也要来 事实上我要讲究 我看哈 今天那只是一批啊 要专案会议会稍微准备一下 很奇怪 主委主席才决定 既然高经纬也会按照一个专案 那哪一天可以来 而且最重要这里面 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 其实这个最重要重要的 如果说你要求这个台电或经纪部做专案报告 基本上我完全完 因为所有事情基本上都是 都是他们应该要先在做 对啦 我觉得主委没关系啦 就排专案报告 但是但是就是那个旗程 我们不要限制在什么时间啦 但是我们就来看嘛 如果在这个会期 如果这个会期我们找了出时间 那我们就来排嘛 因为是这样 因为你们也都很了解 其实今天 如果说现在就已经三月了 其实今天我的业务报告 从某个角度里面呢 从各位询问的里面 打询的 基本上呢 事实上也类似今天 也类似一项 类似像专案报告一样 在报告这一块事情 可能你们 因为这个答案基本上 就是摆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在等 等什么呢 等这个台湾电视公司 在三月的时候 他会给我们 那在 从现在开始到三月底 我们每一个礼拜 或甚至 每几天 我们可能就会向他询问 那但是可能会推他 但是那他能到 能够做到什么状况 坦白说 以我目前所了解的 因为我们上面还有一个 专案推动小组 这个推动小组 他现在目前已经 讲得很清楚 就是从这个 中期暂时储存的 这个方向去走 那中期暂时储存 这个方向走 那现在目前呢 如果跟相关地点 如果他已经有沟通完毕 那他事实上 他可能有找到场子 但是有没有找到场子 基本上我是不知道 因为这个东西 很多事情 是不到最后一刻中 我是不能够理解 因为我所需要知道的 就是最后他能够做到 那这里面我所能够帮忙的 就是希望他能够跟 跟社会大众能够沟通 跟协商 换句话说 他要 他要去找这个场子的时候 基本上要做到 几个公开透明 那这个是我能够做的 其他我大概也设不上 所以说你调完专案报告的时候 我就是把所有这个相关 重新再说明一遍 所以你们所需要的是 需要能够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需要能够 折到这个结果 但是我现在可以 把这个预期的结果 大概的状况先告诉你 但是呢 我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三月底 基本上呢 我会就一步一步做 然后呢 我可以给你们 比较更详细的 针对这段时间的一个 请他定期 如果是书名报告 请他定期 定期 可不可以这样子 就是说 因为我也了解 这个大概都是 台电那边在做规划 那台电如果没有进度 只要你们来报告 你们也是把台电的报告 拿出来再讲一下 也不知道怎么问 对那是不是 如果能够的话 就是说 我不晓得 我们同不同意 就是说 在没有 还没有具体的结果之前 就是能不能跟北红会 定期提出他们 比如说你定期 跟我们提出 他们的书面报告 他们进度的书面报告 我们会非常关心这 定期 所谓定期 尊重 尊重 尊重委员 我定期 我坦白讲 定期你要一个礼拜 或是 特别现在 到设计 已经很 很急迫了 所以说我一个礼拜 或是三天都给你们报告 都没有问题的 好了 这样子 向本委员会定期提出书面报告 好吧 这样可以吧 那如果他要的话 并择棋 择棋邀请经济部来做专案报告 这样子好不好 不要说 那当然 如果有关于这个案子的专案报告 一定是经济部台电相关的单位都要来嘛 那会变成台电是主要的关键单位吗 一定是这样吗 这会期你就定期跟本会做书面报告 然后并择棋邀请 并择棋邀请经济部跟台电相关单位 邀请相关单位做专案报告 我原来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 你们要又问我这个基本上是可以 因为找了台电跟找了经济部才有它的意义 因为这样子 大概吴委员的意思也是要给你们一些压力去逼他们赶快提出来嘛 那我们也会一直问 看到你们的这个提出的书面报告一直问说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有什么可以有 那当然如果说一直都没有的话 我们可能委员基于监督之责态希望你们来做专案报告或者邀请经济部来做专案报告好不好 好辛苦了 这样可以了 来我来做结论 向本委员会定期提出书面报告 并择棋邀请台电等相关单位择棋进行专案报告 OK这样可以了 好谢谢 谢谢了 没关系 今天表现很好 好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上会谢谢各位 好 好